明朝政德年间 故事发生在昆山 昆山是哪儿啊 在上海的边上 现在还有这地儿 昆山县 昆山县有一个神偷 这个神偷啊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脑袋大 就这大脑袋啊 大头 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你问他也不说 但是呢 他有一特点 他出去只要是作案了 哎 完事呢 一定留个记号 无论跟哪 他写上写仨字 就是我 神偷 就是我 那会儿很多的这个非贼也好啊 大盗啊 都有这特点 你比如说咱们熟知的 这个燕子李三 不就是吗 做完案子之后 他有一个拿纸叠着这么一个小燕子 给你放在这儿 你一看就知道他了 啊 大盗海棠花呢 他是给你割一朵海棠花 哎 这就不一样了啊 反正是个记号 没有说完事给您割一札糕啊 割三两包子的 那不是啊 那是送早点的 这个神偷大盗就是我啊 这个人在昆山一带 那是家喻户晓 但是呢 没有人恨他 有人说啊 这个贼怎么没人恨呢 啊 贼也分多少种 有大贼 有小贼 他这种贼呢 说为什么没人恨呢 就是因为 他讲道义 咱们有句老话吗 道义有道 说的就是他 他给自己都定了规矩了 未曾偷东西之前啊 三不偷 五不取 三不偷 念书人不偷 为什么呢 尊敬念书人 孔圣人的门徒 崇拜人人家 知书达理 识文断字 哎呀 值得尊敬 不偷 念书人不偷 小孩不偷 说对面来一孩子 孩子拿一苹果 夸给人偷走了 这叫下三烂 小孩不偷 上岁数的 不偷 孤苦伶仃 老头老太太 举着拌拉烤白薯 你过去拿走了 这也不成 这三样不偷 还有五不取 第一 裤子不取 去了给你裤子拿走了 你起不来床 这也不行 下座 不可以 第二 就是锅 不取 给人家的锅拿走了 做不少饭 不行 第三 是粮食 不取 影响人家生计 第四第五 一个就是冬天不偷眠 一个就是夏天不偷蚊杖 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仁义的这么一个人 别看在昆山这儿啊 这儿偷那儿偷 干了好多年了 没人恨 而且经常是劫富济贫 这个老财主竟坑人害人了 他去了投完之后 他也花 他也造 剩下呢 给老百姓 把这钱一攘 穷苦的孩子 他一给 所以说人缘不错 这一天呢 十冬大月 大雪纷飞 天气很冷 这神偷 大脑袋 打着街边过来 揣着手 穿一大棉袄 这领子都立起来 冷啊 手揣着 这顶着他这大徒脑袋 大脑袋瓜子 这一拐弯 迎面来一个 这俩人站在一块 就是一顿说相上的 来的这种呢 瘦高个 土天土地的 怎么呢 这个大脑袋呀 也就是一米六左右 这大高个呢 得一米八往上 干瘦干瘦的 啪啪鼻子 打了眼角 也抱着肩膀 打这边过来 俩人走一对脸 站住了 手没出来 都在这揣着 老大肩膀 大高个儿 看看他 认识 那么这俩人什么关系呢 大脑子呀 是跟这瘦高个儿 他爸爸学着偷东西 所以说他们之间算是师兄弟 这大高个儿姓蔡 平时呢 他管他 叫老蔡 老蔡管他呢 叫大脑袋 俩人这么一称呼 老蔡 老蔡看看他 大脑袋 臭贼 小偷 行了 俩人说别喊了 再喊就破了案了 哈哈一乐 转过身来 并排走 今儿没出去 天也凉 懒得干活 天凉 不愿意工作 就是不愿意偷东西去 老蔡说 我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还那样呗 你呢 我还行 我这些日子 我干了一票 我就够吃够喝的 我连今天年纪都有了 哪弄的呀 昆山县 县压 我上到府库里边 偷他的库银 大脑子的声音 涨一叫门 你掏了昆山县 你非把我送进去 给你送进去 我还把你救出来呢 那成了 你得请客呀 上家去吧 让你嫂子弄几个菜 咱俩人喝回来 这冰天雪地别干活 尝尝尝尝尝尝 咱们走 说好了 上老蔡的家里边吃饭去 穿过两条街 这走着走着一回头 就在路边这 有一个卖鱼的铺子 后边有两间门脸 前面搭一棚子 棚子底下呢 有几个大木头桶 卖鱼的这个掌柜的伙计 就站在这 多凉啊 拿手啊 霍了这桶里的水 就让来往的人看 列位列位 冰天雪地 下这么大的雪 这儿有活鱼 多大的口福啊 哪位 来一条啊 叫蓝客户 老蔡看看大脑袋 大脑袋看看老蔡 走走 俩人过来 哎呀 摇摇晃晃 往摊这儿一站 啊 看这桶 哦 喝 鱼不说呀 啊 呸咧 呸咧的啊 他说着鱼跟里边甩啊 呸咧 呸咧的 掌柜的乐 那是 两位爷 来一条吧 这俩人站着 互相不说话 老蔡拿手一指的捅 这个你给我抄上来 哎 拿网 抄上来 上称这么一称 称完了 您瞧瞧合适吗 给我摔上摔上 摔上 有那马连草 拿那草打鱼塞着一穿 积一扣 多少钱啊 一两银子 有人说 一两银子合多少钱呢 这个因为历朝历代啊 这个购买力不一样 所以说不好合 说到时一两银子合多少钱 它都是按照当时粮食的价钱来算 反正大概来说吧 一两银子合现在来说也就是一百多块钱 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准数 一百五六 一百七八 大概这么意思 冰天雪地 这么一大条火驴 那现在说一百来个钱也可以啊 说了过去 老蔡就接过来了啊 这鱼啪啦啪啦啪啦 哼 真不赖 那是这位爷您有口福 分量准吗 你看您玩笑啦 哈哈哈哈 我们这做买门 不亏良心呢 啊 您放心 你少来 你们这秤都假 知道吗 原来我们哥们 卖水果的 他那个秤就不一样 买一斤得亏二两 我们没有 好 这位爷您看这 我们 我们这良心在当劲儿 养儿养女 朝上上 啊 我们不能 你少来 我呀 我上旁边 我上卖菜那再过过秤去 要是短了 回来我还找你 您尽管去 您尽管去 啊 要是您回来说分量不对 您把我摁筒里边 啊 您等着我去吧 老蔡拎着鱼一转身 顺便胡托走了 啊 卖鱼的呢 跟大脑袋还聊天呢 哈哈哈哈 你瞧这么一眼啊 还不相信我啊 哈哈哈哈 大脑袋也不识茬 啊 拿手一指那伙计 这个给我拿 小的这个给我挑点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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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拿个小盆 这么大的鱼 又挑了十多个 嗯 上称吧 这一上称 啊 不到一两银子 好 行 掏出来 给你 掌柜说等会 等您那哥们回来啊 一块算 大脑袋一翻眼 谁啊 谁哥们 不是 您二伯一块来 您那哥们不是 拿我们的大鱼去撑下了吗 我不认识他 谁告诉你我们是一块来的 不对 您 您二伯跟着沾半天了 废话 你还跟着沾半天了呢 那能说咱俩是一块来的吧 哎呦 哎呦 不行我得找他去 掌柜的转身就跑 找去吧 跑了一大圈 跑了十多分钟 拽了三条胡腿 没找找 老蔡都到家了 好家伙 石中腊月 掌柜的这汉化化的 削了得了 这没眼的事吧 哎 就跟前站着人 把鱼撇走了 啊 这回来大脑袋没走呢 你看我都没动 我怕你回来赖我啊 我们不认识 啊 是是 得了 这怨我了 这怎么话说了 啊得了 给你这份鱼钱吧 把这钱扔在这 端着他这小鱼也走了 赶等晚上展过去收完摊一块 这块银子还是假的 那俩人跟家里边都吃剩鱼了 啊 老蔡先回去了 进门告诉媳妇 家里的 赶紧 把这鱼收拾收拾啊 一会咱们吃鱼 呦 这可不错 这刚说好 一会打那边 大脑袋又进来了 啊 嫂子 嫂子 快来呦 大脑袋又来了 啊 哎 您把这鱼弄弄吧 啊 吃饭吧 又买点熟食 弄点青菜 煎炒烹炸门流凹顿 仨人坐了一块 连吃带喝 啊 这说着闲话 看着外边的雪 嗯 这日子 就得跟家呆着 嗯 咱们这孩子的规矩 嗯 这日子口啊 休息 这日子休息 对呀 做贼吗 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点灯人未睡 咳嗽 心必须 偷风不偷月 刮大风可以偷 呜 狂风大风 跟猪不戒来的似的 屋里睡觉了 听外边 咣当一声 呦 什么什么倒了 捅摔了吧 可能是吧 还没人再说吧 其实来贼了 偷风不偷月 大月亮地儿 四平八稳 大月亮地儿 人家跟我躺着 啊 一瞧月里边 有影子 拿鸟枪 光一下子 就给你撂那儿了 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下大雨 来随便偷 你走的时候 地上什么都没有 拿雨就冲没了 下雪不行 啊 雪地里边烙着雪 二寸多厚 你来偷 早上起来 人家来了 顺着脚印 连贼窝都偷着了 啊 就把你掏出来了 偷雨不偷雪 点灯人未睡 咳嗽心必须 那屋里还亮着灯呢 你准备睡觉 啊 一看这黑的灯 你在屋里边 啊 就知道你害怕心虚 贼 就有他的对付的方法 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点灯人未睡 咳嗽心必须 今天外边下着那么大的雪 啊 得了 这俩贼啊 坐在这吃吃喝喝 聊闲天 很开心 就说来说去 就说了前些日子 偷这个酷银这个事儿来 咱们现在说的时候 是明朝的正德面前 这会儿酷银呢 跟清朝还不一样 因为清朝的仓库里边 那个酷银呢 不好偷 一个是戒备森严 一个是呢 人家有专业自己偷酷银的 啊 你清朝的银库呢 是每个半月开一次酷 往外取银子 啊 谁取呢 就是这些个 堪酷的兵丁 他们跟这儿 负责偷银子 他自己坚守自盗 而且来说 你想上那儿当个兵去 不容易 得跟大老爷行贿 最说这 最少吧 得行贿够七八千两银子 才能让你上那儿去 啊 应这个美差 而且人家都是一辈一辈的 傅传子 啊 家里边专业偷这个 啊 那是清朝 明朝这会儿跟那会儿 偷房不一样 啊 而且也没有那么严 坐在这儿一说 老蔡很开心 这回我 偷了昆山县 一千两 哈哈哈哈 大脑子也乐了 你能力大了呀 一千两银子啊 这个 还剩多少 没剩多少了 啊 你你嫂子这人 这 又耗花钱 我又耗耍钱 啊 到现在呢 就还剩了四包 拿手一指 那不是他们家睡觉的床 那床头上 就还剩这四包 啊 其他的都给造了 啊 也无所谓 咱们这个 来的容易 去的马虎 不叫事 啊 对对对对 喝酒喝酒喝酒 这喝着 聊了情 这顿酒喝的什么时候呢 按现在的终点说 一直就喝到了 半夜十一点多了 老蔡说我不行 我得睡觉了 啊 哎呀这会儿酒上头了 收拾吧 这收拾完了啊 两口都要睡觉 大脑子说我走了啊 嫂子回见了啊 哎你走吧 哦 大脑子出来了 人家两口都关门 睡觉 擦着恍惚悠悠 踩着雪 往回走 喝点酒啊 心里边 热乎 啊 这会儿雪呢 也小了点 走到雪地上嘎吱吱嘎吱 心旷神怡 转过这么几趟街去 正走着呢 突然间听见耳边香 有人在哭 就站住了 他呢好管闲事儿 而且本身为家没业 就是一个人 啊 所以说一天到晚的也没人管着他 有点事呢 爱往心里去 就听听哭了 站住了 找 站住一听 就在这边 林街 有一间房子 这个声音是打这个屋里传出来的 他也是闲着没事 往前溜达溜达 这耳朵贴在人家门上 听屋里面怎么回事儿 听了半天 听到最后 一跺脚 呸 这个事儿啊 我得管 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屋里边儿啊 住着两口子 小两口 男的呀 是个秀才 姓林 林秀才 写了一笔的好字 文才出著 这能力真是可以治国安邦 就是一二 太穷了 两口子过日子 吃上队没下队 媳妇很贤惠 但是再贤惠 你得得过日子 对吧 柴米夫妻啊 开门七件事儿 柴米油盐酱醋茶 她得活着 显如今活着都很困难 两口子白天 商了一主意 出去借钱去 上这个女方的家里边儿 找这丈母娘老丈人儿 借孩子 走之前哪 处处坍坍的呀 林秀才说 我这不好意思张嘴啊 我 我 我见了你爸你妈我怎么说呀 媳妇说你是我们家的姑爷 门前贵客 你怕什么呀 林秀的说 我贵客 我在哪儿贵着呀 我连饭折都没有啊 对吧 你说 你跟了我一天到晚忍饥挨饿 我还上你们家借钱去 人家那个脸能好看呢 媳妇也难过 那你得去 去了 万一我爹妈那能借给你呢 哎 咬着牙硬着头皮 上老丈人家里去 到这儿啊 刚往这儿一坐 丈母娘老丈人也没说给倒一口水 那丈母娘一使眼色 老丈人一伸手把儿子就拉过来了 这林秀子有一小舅子 啊 十几岁的这么一小子 老丈人把孩子拉过来 摁在这儿乒乓五四打一顿 哎呦 这小子跟着就哭啊 老丈人跟着就骂闲街 啊 你一天到晚的摊玩 啊 什么时候是一战 像你这样的以后怎么娶媳妇 娶了媳妇拿什么养活 还得满村借钱去啊 你说我不得打死你了 丈母娘跟旁边也说 哎呦 这话说出来都呛着茬的 林秀才坐在这儿 眼泪差点没出来啊 心说人家这是看透了我了 这个借钱的话到嘴边说了三分 又咽了回去了 站起来叹了口气 岳父岳母我告辞 转身往外走 老两口子都没人说一句 你走啊 慢走啊 这吃饭吧 没有这么句话 愣把这人给搁出来了 这回来之后 家里边就还剩了半碗西粥 半碗西粥堆了点水 算货成了两碗 两口子一人喝一碗 屋里边也没火 躺到现在 身上无意 腹内无食 两口子越说越委屈 越说越委屈 林秀才也哭 媳妇也哭 哭着哭着还互相的劝 哈 就这么个结果眼 让这个神头大脑袋 就听见了 整个事儿听完之后 大脑袋呀 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别看他是个贼 怕这个心哪 还特别的软 心说这个不行 啊 就念书人 这是应该值得尊重的 去给 我不行 我得管 一转身 走到街上心说 当务直击 就是得给他们俩钱 一摸自个身上 没有钱 他从来是不存钱的 左手来右手去 花钱也容易 但是这会儿上哪弄钱去呢 三晶半夜 漫天大雪人都睡觉了 哎 老蔡哪有钱呢 老蔡偷了昆山县府衙千两文银 所以说都花了 但是 不是还剩了四包吗 说在床头呢 嗯 我得找老蔡去 那我们这行有句行话 这个贼吃贼 越吃越肥 狼吃狼 冷不防 都是自己人讲什么素质 对 我偷老蔡去 顺着道 他又回来了 老蔡的家 他太熟了 啊 但是呢 不能从前门进 前门进容易人发现 你中国是偷 你也不是抢 你不是砸名火呀 就绕到后边 后边呢 有一后门 是老蔡家那个厨房那儿 站在这儿 先看看左右 没人 只愣着耳朵 往屋里一听 老蔡两口子这呼噜答答 连吃带喝 还带吹哨呢 呼哈 呼哈 睡得这香啊 嗯 大脑子心说今儿就是你了 啊 痛 拿手一推后厨的门 推了两下 没推动啊 知道人家里边有门插管 门插管是一个木头的啊 两门边 这一插 插进去 门就挡上了啊 但这个玩意儿 列位 挡君子 不挡小人 他挡不住贼呀 你像大脑子出来 身上都有一工具兜子 伸手进去了 掏出来了 一个小锯条啊 顺着门缝进去 但好了 到这下不去了 就知道底下 哎是这门插管 轻轻的 慢慢的跟这儿锯 这个不能着急啊 哎 锯到后边 咯噔 断了 把锯条先收回来 揣着自个儿在兜里边啊 左右瞧瞧 没人啊 推着门 一推啊 这个门响 嗯 怎么了 你想他那个破门 一天到晚的 咣当咣当的 也不往心里去啊 不能太使劲 太使劲 门嘶啦一声 人就醒了 他这个屋里边啊 大脑子还是很熟悉的 他知道 这个门后边就是案板啊 这不做饭吗 有案板 菜板子呀 哎呀 葱姜蒜呢 油壶啊 盐罐子都跟这儿啊 所以就稍微的把这门错了一点缝 能进了一只手 伸手在案板上 把他们家的油壶先抄起来 油壶拿出来 在门这两边先告点油 在这门轴上 告点油 再轻轻的一推 这门就不响了 嗯 推开门 蹲着走进来 把油壶放好了 回首 把这门给他关上 蹲着往里边走 小厨房拐进来 就是老蔡两口子睡觉 这屋 蹲着这儿 一看就是 老蔡跟那媳妇 躺在床上 连吃来喝 喝喝喝喝 满带吹哨的 啊 自我蹲着这儿 心说老蔡 哎哎可对不起你了 哈哈哈哈 咱们可不是外人 这个我得拿你啊 劫富济贫 嗯 蹲着往前走 啊 哎一瞧啊 老蔡说的还真对 就在他两口子床头上 这个床上一板啊 啊 在床头上面 放着四个包 就知道 这四包是银子 怎么拿呢 四包银子挺老神的 一伸手 打床上 把老蔡这裤子蹲下来 要是外人 他绝不偷裤子 让人起不来床 不仁义 但是呢 跟老蔡不是外人了 也准得知道明天是 会破案的 啊 把老蔡这个裤子 拿过来 先把裤腿给他系上 两条裤腿都系上 伸手 拿着银子包 这一个裤腿呢 装两包 然后又把这裤腰系上 往脖子上一搭 这两条裤子在这儿 一边两包银子 啊 心说得了 我成功了 转身要往外走 老蔡这媳妇翻了个身 啊 这一翻身呢 这胳膊一动 一道亮光 怎么一道亮光呢 腕子上戴着一个银桌子 啊 一晃 大脑袋瞧去了 嘿 我嫂子真白 不是胳膊啊 是这桌子 我嫂子真白 我跟我嫂子呀 开个玩笑吧 都把这桌子给他偷走 明天让老蔡呢 请我吃饭 好 他本来在这头 蹲着就跑到床那头去了 啊 看这镯子 他这镯子的手上戴着 它是有一刻蹦 不戴的时候呢 一打开 手就拿出来了 手戴进去呢 一对上 把这锁一扣 他就是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手镯 伸手啊 摸着镯子 你这么摘是摘不下来 他必须打开扣 打开了 才行 这一动呢 我还是醒 这个 大脑呢 手指也挺长 哎 就轻轻的 在嫂子这腕子这儿 挠了一下 他这一挠呢 人家痒痒 也挠 一挠 嗯 连挠了两三下 放松警惕了 那 摘的口 那 哎 哎 哎 这一摘 摘下来的 啊 鸽子手里边 还挺好啊 就转身 要走 就这么会儿功夫 老蔡这媳妇 迷糊糊觉得有人 啊 哎 哎 伸手一摸 啊 整摸的 在大脑子这腿上 哎 是谁是谁啊 有一个词 搁在这儿啊 太妥贴了 叫贼起飞制 就这个贼啊 感到特殊的时候 他这个脑子快的呀 这儿啊 嫂子懒得自个儿的腿了 快的紧跟着他一伸手 啪 把老蔡的腿就抓住了 他这个媳妇迷糊糊的 这是谁的腿 老蔡迷糊糊觉得有人动自个儿腿 老蔡就喊了 我的腿 我的腿撒手 哦 这媳妇一撒手 她也撒手 蹲下来 蹬蹬蹬蹬蹬往外走 到门口 把门一关 屋里边安静了 有这么几秒钟 老蔡媳妇坐下来 不对 不对不对 你们我在这儿 你怎么喊你呢 老蔡睡迷糊糊的 哎呀 你掐我腿干嘛呀 你都起来起来 没掐你腿 不对 刚才来人了 坐下来了 干嘛呀你闹 我闹 家里来贼了 老蔡说什么 这来贼了啊 我不就是贼吗 不是咱家 刚才迷迷糊糊糊来人了 老蔡说 你这你是不是喝酒了啊 你喝完酒怎么这样的 咱家有什么可值得偷的 要值得偷的 不就这 是来贼了 怎么呢 银子包没了 就回头这 哎 不行 我不能让人偷了呀 这太丢人了呀 这都都起来起来 两狗子起来了 陪想医生 找不看地上 有那尸脚印 开门出来 到后边 把厨房门打开了 刚往外边走 一低头 老蔡看你们口血地上 有仨字 就是我 老蔡点点头 睡觉吧 没事了啊 没有外人啊 关门关门睡觉啊 这是也不用关了 这也折了啊 没让他陪吧 回屋睡觉 媳妇还问谁 谁还能谁呀 还能有谁偷我呀 是不是 这不就是咱们 这自个兄弟吧 大脑袋干的 呵 缺德的挨刀的啊 四十里地 没有人间这个狼掏的 这个臭贼 明天我上衙门口 你行了 还上衙门口 你先逮他 你逮我睡觉吧 明儿我找着去啊 大脑袋从这出来 一边走一边乐啊 跟他他是自己人了 不叫事儿 来到刚才这个林秀才家 站在这敲门 啪啪啪 屋里边吓一跳 谁呀 他这大茬 就是我 你是谁 就是我 不是 你是谁 就是我 屋里两口纳闷 谁呀 媳妇说不知道啊 她一直说的就是我 她可别抢了咱们 两口都一琢磨 咱没有什么可值得抢的 开门吧 穿好了衣服 两口子下地 打开门 门口站着一位 大脑袋 这脑袋巨大 啊 脖子上搭了一条裤子 这主进来 在后边把门就关上了 秀才两口子就傻了 嗯 您 您 您 不认识 您是 她乐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 啊 是的就是您 那您是哪位呢 不重要 啊 林秀才 啊 正是学生 嗯 秀才娘子 啊 我们是两口子 啊 我就得问问你们俩人 冰天雪地那么冷 为什么你们家里边 不点火 凉不凉啊 凉没有钱点火呀 为什么不喝点酒 为什么不穿棉衣服 这俩人呢 眼泪下来了 大爷 谁不想啊 他问题这不是没有吗 啊 这哪成啊 这个 那个 我们家里太穷了 我知道 啊 那个 你今天白天上你老赵那借贷去 你老赵一看你啊 什么话都没说 先把小舅子打一顿 对不对 哎呀 您是哪的神仙 未补先知啊 哎 行了 嗯 我问问你 念书人的出路在哪里啊 这位爷 念书人的出路啊 学会文武艺 霍卖帝王家 哎 大笔之年进京赶考 我 我打算好好求去功名 但是现在这样 我未必能求去功名 我都快活不到年下了呀 啊 我哪能进北京啊 哎 不要进 啊 碰见我 你就算看见我投屉了 你来干 尤打尖声 就把这裤子拿下来了 一解扣往外一倒 四个包 打开 他爷这是什么 你打开 哎 打开一瞧 好家伙 白哗哗的银子 吓坏了 啊 吓坏没见过 这么些银子 大爷这个是 你就拿着啊 明天 买贝物 买褥子 买吃的买喝的买衣裳 买棉袄 两口子好好过日子 这个过完年之后 黄王开选 你 进京 知道吗 一定要好好地念书 求取功名 也不忘今天晚上 我对待你们俩一场 这小子一聊一声就跪下 大爷呀 这 我也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您 您跪上下啊 您赏个名字 我我我给您弄一个长生的牌位 唉 就是我 不是我们也不能写 就是我呀 我天天给我自己上香也不像话 唉 不重要不重要啊 好好念书 行了行了 关门别让贼偷着去 啊 这个年头贼可厉害了 睡着半截儿觉 一次就丢了 嗯 打这出来了 两口子追到门口来 就看着风雪之中 大脑袋没了 休斯两口子跪在雪地上磕头 这是老天爷派来的神仙救我们呀 这回来之后关上门 两口子高兴 之后好好过日子 咱就不提了 打脑袋回家很高兴 觉得很兴奋 我做了一件好事太开心了 睡觉 回家睡觉 好 这这一觉睡得转天中午才醒 这一睁眼 床头那坐着老蔡 老蔡来半天了 那么说老蔡上这也不用叫门呢 嗨 这都是自己人叫什么门呢 啊 老蔡坐在这看着他 他醒了 看看老蔡 你怎么那么不识玩意儿呢 你啊 你给我起来 起来 它坐下来了 师哥 他管的叫师哥 因为老蔡他爸爸教的他 他管老蔡的父亲呢 叫师父 所以他们认师兄弟 师哥 可喜皮笑脸的 一天到晚的 就知道偷东西 一天到晚的你不学好 当个臭贼 你说这话 这不骂你自己吗 这不是你爸爸教的我吗 这个不重要 当然了 咱们那个钱不叫钱 左手来右手去 你这个玩意儿 你拿银子没事 你怎么还 跟你嫂子开玩笑呢 你怎么还偷桌子呢 不是我 你跟嫂子逗着玩吗 桌子呢 你这在这呢 桌子没 我这银子 我干别的事 我不管你干什么事 你这不像话呀 上家去吧 你给你嫂子道歉去吧 哎哎哎哎 咱去咱们去咱们去 这起来 洗把脸 竖竖口 陪生医生 俩人说说笑笑 打这出来 奔老蔡的家 啊 到家之后 老蔡的媳妇 拧着眉瞪着眼的 好家这头儿骂呀 呼 啊 个缺德的 你个挨一刀的 喝酒半夜上家来偷我啊 做贼的没有好下场 上为贼父 贼母 下为贼子 贼孙 骂到最后啊 老蔡听不下去了 我你可以了啊 我怎么听你不想骂他 句句像骂我跟我爸爸呢啊 咱们就这个家庭 你别埋没了的啊 不是 你这臭癌一刀的 半夜下午一头 你这哪哪的事儿行啊 桌子呢 在这儿 嫂子 给您给您给您啊 哎呀 哼 说那什么好 行了 骂两句 痛快痛快得了啊 嫂子做饭吧 做饭吧 咱们那个 喝点酒 还喝呀 喝完碗还偷过来 不不偷不偷 喝点酒 等着 这媳妇还不错 把桌剩着又热了热 又弄点别的 也弄这么一桌菜 这坐着吃着喝着 那个年头啊 这个屋里边 不像咱们现在 什么暖气啊 什么都没有 而且是这个 他在南方 您要知道 冬天越冷的时候 您要上东北 一点事都没有 屋里面一烧火炕 热的不行了 就怕南方 南方那个冷啊 是往骨头里边浸 大脑 这坐在这儿 一边喝酒 一边直坐脚 老蔡说 你要死啊 你这干嘛呢 啊 不是 你这个屋里边脚底 怎么连个暖炉都没有啊 没有 就没有啊 哪 原来原来有过 后来换酒了 哎呀 你等着等着 我给你弄个暖炉去啊 站起来就出去了 你这个做贼的说话 就是啊 痛快 我给你弄个暖炉去 他可不说 我给你买个去 把这儿出去了 他这块地 他太熟了啊 胡拓口 有一个卖面条的小铺啊 什么这个大排面呢 洋葱面呢 什么扇鱼面呢 虾仁面呢 炒好了一盆一盆的焦头 那个 锅里边热水老开着 你要一说吃面 坐在那 马上就给你煮面 煮完了面 烙到碗里边来 你说你吃大排的 你还吃什么焦头的 拿勺一夸一夸 这就吃 最便宜的呢 最便宜的是阳春面 阳春面 别看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一个是这锅汤得掀 来事呢 有一勺猪油 一撒成葱花 阳春面也挺好 那我这么些年来 这演出 那演出 哪都去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吃这个南方的面 你看上海的呀 宁波的 无锡的 苏州 杭州 这一带的面条 我都很爱 吃的顺利也舒服 他这个胡特口 这个卖面呢 就是典型的南方的面条 门口挂着大帘子 天凉了 一挑这帘 打脑袋进来了 掌柜的跟伙计那扔干活呢 他这 来碗 阳春面 哎 抓面条扔开水锅里 哎 这几下就熟 拿筷子 捞出来 捞到碗里边 紧跟着 快汤 哎 撒葱花 又来一勺猪油 这递过去 他接过来 转身走 应该是那坐着吃 他没有 转身走 掌柜的一瞧 哎 哎 你这 跟着 跟着 晚 怎么回事呢 你拿人家晚走可不行啊 面也没给钱 晚再跟走了 掌柜的喊伙计就跟着 跟着跟着 小伙计一聊这链 就出来了 那这这爷 你哪去哪去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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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你个碗子 妈呀 不是 您这好 一句话不说 您这 我能上哪去 您跟着我 跟着我 跟着吧 啊 到这 哪呢 因为前面还有糊涂 啊 他来到这 打头 头一肩 他认识吗 他不认识 出门就进 一探头 行了 一看这个 是个里外劲 这屋里边 坐着一个女的 地上有一个角炉 热热乎乎的 哄着孩子吃饭 这孩子呢 五六岁 这妈呢 坐在这 吃啊 你吃啊 多好啊 别出去玩去啊 冷啊 地上有一个角炉 那会人屋里边 爱用这个 暖的乎乎吗 黄铜的 里面有碳 摆在地上 为妈妈吃饭 来来来来来 这正说着 一条链 大脑袋 躲着面进来了 大嫂子 不认识 愣喊 大嫂子 人这媳妇 正给孩子喂饭 哎呀 赶紧放 您是 介绍 跟您是邻居 哟 没来往 哎 你蒙客气了 那个 今天我们家里边做事 老太太过生日 家家吃碗羊群面 吃碗素面 那个什么 您给腾一下吧 应该 倒在盆里边 哎呦 哪家老太太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哎呦 谢谢 您别客气 您赶紧吧 您腾腾个碗里边 我这碗一会儿给我 哎哎哎哎 这媳妇接过 这碗素面来 进里间 他这呢 一低头 把地上的脚炉就焯起来了 撩撩就出去了 大门外边面馆伙伙还等着呢 碗呐 啊 在屋呢 一会儿拿去 哎 屋里拿碗去 他拎着脚炉 走了 这媳妇端着这碗面 在里屋 找自个儿那碗 扣完之后 再出来 谢谢 哎 人走了 再低头 脚炉没了 这吹开 人呢 我就说 我在这儿了 啊 你在这儿了 那什么怎么回事 不用你碗给我 碗先别给你 啊 脚炉到哪去了 这就吵起来了 人家这怎么矫情 咱就不管了 他已经回去了 跟老蔡俩人坐在那儿 烤着脚 暖着喝喝的 哎 这喝着酒 啊 啊 这聊闲天 嗯 喝着喝着呢 把杯料去了 老蔡说 这事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什么叫什么怎么办 你这一天到晚的 你也不做饭 天天上门跟着起哄来 你嫂子还得给你做饭啊 你偷了我们四包银子 我本来说 多年前什么都不干了 就指着吃了 这下你快怎么办呢 不是 那你说怎么办吧 大脑袋 你认打认罚 认打怎么说呀 认打呀 认打 给你送着衙门口去 那行 那我认打 昆山县 对吧 你送我去 咱俩一块 咱到那 咱跟县特爷说 好吧 你偷了一千两 我偷了你的四包 好不好 不行 老蔡说 那不叫认打 那叫我自首 啊 你合着把我送你去了 那不行啊 那认罚怎么办呢 认罚 你先干了这杯 怎么着 师哥 你说吧 反正认罚 就是你得让我痛快痛快 你说 你出主意吧 嗯 呃 北门 有一个王继 丑断庄 这丑断庄 这掌柜的 定干亏心事 一天到晚的 啊 街坊四邻也恨他 啊 我也逆为他 你呢 上餐家去一趟 今天晚上你就得去 去了之后 你给他搅和一个乱七八糟 给他添堵 这事就过去了 我就饶了你了 好吧 要不然的话 咱俩没完 哈哈哈哈 哈哈 笑笑笑笑笑笑 哎 什么时候去呢 今晚上 好嘞 今晚上我就去 啊 今晚上去 一定让你痛痛快快的 给他闹个大别扭 明天晚上咱俩 找地泡澡 我请你喝酒 好不好 那行嘞 我等着你 好嘞好嘞好嘞 这是喝酒聊天 还能下午 没什么事呢 大脑子就回自己家了 躺着就睡了 他们这行干活啊 后不意儿 现在终点说 晚上九点半 他起来了 起来之后 做了壶开水 沏点茶 哎 把水喝够了 拿出自个儿的衣裳来 换好着啊 浑身上下收拾的紧趁利落 大家出来 把门一关 也不用锁 没什么可透的啊 认识吗 认识 这绸段庄 他经常从这过 尔文德 这个老掌柜的人性不怎么样 啊 今天让我去 我就得去 让你们这儿啊 热闹闹的 咱们唱个大戏啊 尤识就出来了 都不远 昆山县并不大 拐弯 墨角 墨角 拐弯 就来到这儿 离得远远的 先看看 嗯 这绸段庄啊 可是不小 前面是五间门面 后边呢 是个大院子 院子紧后边 还有一层院子 是本家住的地方 现在说 就跟前店后厂似的 头里是门脸 后面是住宅 可来这院子 前后 转了两圈 耳听得花虎桥楼之上 打罢了三斤更响 心说天也不早了 人也不少了 鸡也不叫了 狗也不咬了 紧打家伙 当不了唱 烧热的锅台 当不了炕 今天晚上 咱们热闹热闹 风吹河北岸 花开向阳之 打开金骨传 先念 定场诗 念不念定场诗啊 也得说书 就是这么一个城市化的东西 过去在茶馆里说书门乱 这一摔木头 告诉大伙 开书了 您那聊天 别说话了 压言 这个在家里边就无所谓了 只要我自己不嫌自己闹腾就行 这一下一歇 歇了好长时间 每到在家录书的时候呢 好开心 终于有点事干了 反正不是这屋干活 就是厨房炒菜 要不然就是客厅里看孩子 现在就这三样工作 我弄的很顺利 竟做饭了 我看我那个朋友圈也是 疫情期间 所有的朋友现在都是厨师 从早晨起来 炸油条的 弄油饼 豆腐脑的 到中午这几顿饭 在家里烤串的 一直到夜宵 各式各样的 这是发挥了所有人的潜能 挺好 我也是跟家里边煎炒烹炸 闷流凹顿的 平时有的时候 以前是弄点什么吃 麻烦 得了 凑合凑合得了 现在行 有的是功夫 这个挺好 有时候我跟徒弟们聊天 我也说 会做饭吗 不会 我说你得学 学会做饭 最起码来说 你对自己来说 这是个好事 你不至于 等着别人给你弄 吃个凉子 舒服不舒服 应该 我们家有一个 有一孩子 就是郭芬阳的小舅舅 那个 对吃 吃的很专业 半夜三点半 要说饿了 自个儿也能坐在那儿 凉的热的 什么叫汤 连饮料 摆齐了 半夜三点半 他自个儿一个人跟那儿 意识感很强 别人说 这个夜里饿了 煮碗面 或者弄个什么东西 你怎么这样 他说了 这个必须这样 要不然不这么吃饭 老觉得委屈自己 嗯 这个呢 对艺人来说 倒是能接受 你干我们这行的 他不可能跟别人那个时间是一样的 你有时候演出结束的话 你算算 演完了就夜里十一点多 你到家得十二点多 折腾折腾 收拾收拾 一两点不得吃点东西吗 所以说我们这个半夜吃饭是很正常的 想当年我师父侯耀文先生 他们经常是这样 后来好多人都说 哎呀 侯先生这吃饭这点我们受不了 凌晨四点他们家焖锅米饭炒白菜哥呢 要不早晨五点 他跟那做馅儿煲饺子了 你这怎么弄 这别人家还没起呢 这就是艺人工作的特殊性 饭也得吃 书也得说 人总得活着吧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接着跟您聊咱们这个 神偷就是我大脑袋瓜子 哼 我还挺爱这个人 这个人好玩 其实您听过我说书说相声 您就发现 在我的故事当中 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 没有完完全全的好人 那个不真实 就这个好人 他这么好 那么好 好得不行了 他也是会有自己的缺陷 人嘛 他都是这样 有自私 他可能会怎样怎样 那么坏人 他也会有优点的 这东西是辩证的 咱不能一棍子打死 那这太假了 那观众听着 他不可信 咱们说这个神偷大脑袋 热祸了 把自个的这哥们老蔡给气着了 老蔡打昆山县府衙里边偷了一千两银子 最后剩了四包 让他给拿走做好事去了 救了一个林秀才 我俩人一说这事怎么平呢 老蔡说你这样 你得帮我一忙 咱们这有一个绸缎庄 王继 那掌柜的不行 为父不仁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说大话十小钱 还净欺负这个穷苦老百姓 我很讨厌他 你半夜里边上他们家去一趟 给他闹一个乱七八糟的 折腾折腾 我心里一痛快 这事就拉倒了 行 说到做到 半夜里边大脑袋就来了 来在了丑段庄的门外 左右瞧了瞧 前面是五间门面 过去之后是个院子 院子后边是个跨院 是他们家内宅的住处 前后看了看 转来转去 转到他们家这后门这 刚想找机会接近 猛然间尤打这边 来了人 这个人 就到这后门这 站着不动 左右看了看 大脑的心说 这是来了同行了吗 嗯 也有小偷吗 我得看一眼 就看着这功夫 就听见人家跟这拍巴掌 隐隐约约的院子里边也有巴掌 大脑子明白了 这是对案号 啊 紧跟着 门一开 搓一条缝 外边这种自溜就进去了 大脑子站起来了 心说还有我呢 我也得跟着进去 他到门口这儿 人家这门关上了 啊 这一跺脚来晚了 其实你不来晚人也不让你进呢 左右看了看街头两边乌有人行 在院墙这边有棵树 他身上有功夫 攀着这树蹭蹭蹭几下就上去了 一片腿坐在墙头上了 就往下看 哦 怎么呢 是有人带着他往里边走 是俩人影 没挑着灯 可是就瞧着见俩人出流出流出流往里边走 低头一看呢 这个底下没东西 心说可以啊 摔不着 而且院里没有狗 顺着墙头出流一下子 自个儿也下来 往里边一走坏了 出事了 那么说 刚才这俩黑人影是谁呢 嗨 这绸缎庄 这掌柜的呀 岁数不小了 娶了一个妾 本来人家这姑娘啊 就不愿意跟他 人家家里边本来有一个相好的小伙子 后来他这儿去了拿钱 我非要娶他 这家里父母呢 一时贪财 就把姑娘娶过来了 姑娘娶过来不认头啊 所以说跟自个儿家里边相好的 这小伙子呢 俩人没断 啊 街长不短的呢 让这小伙子过来 俩人私会 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今天盯着 又来了 因为这两天那老头啊 天冷有点感冒 天天呢睡了挺早 啊 这个小妾一琢磨 这是个机会 就把这小伙子叫来了 他万没想到 这俩人刚顺着墙角望了 也不一走 他这个家里边 他晚上啊 有值班的伙计 敢瞧了 有这么一个伙计啊 闹肚子 啊 半夜出来 就瞧去那会儿 出溜出溜的 俩黑人影 伙计吓一跳 成了 喊了一声谁 怎么那么巧 来个丫鬟倒水 小丫鬟端着盆 那俩黑人影 他没看见 这嗷嗷一嗓子 谁呀 他可听见了 一害怕 妈呀 咣咣 盆扔了 盆一扔 呼啦一下子 就都起来了 连伙计啊 在家里人呢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俩人影呢 就找地方躲起来了 院里就乱套了 这伙计们 因为他这么大的买卖 愁断庄啊 好几十个伙计呢 伙计晚上都睡在这 就都起来了 找 怎么回事 是不是闹贼了 这找那找 没人害怕 大脑子害怕呀 大脑子心说这可不行啊 他们自己家出事 不能赖我 但是真把我逮着了 这可坏 我是正经是贼呀 这怎么办呢 啊 顺着墙根 就往这边溜达 这伙计们呢 十几个人呢 大伙一块撞着膽 哪儿了 哪儿了 是闹贼了吗 啊 逮着他 咱们得打 这跑那跑 找 挑着这个灯笼啊 往这边一来呀 墙角这 有一缸 这缸是干嘛的呢 酱缸 里边是装着酱 大脑里瞧 不行 我就这儿吧 啊 我上降纲了一人 会儿吧 降纲上都有盖 把这盖一溜 他快啊 一转身 磋溜 懂 进了降纲了 整个的人钻进去 这点降 到脖子了 顶着盖 降纲的盖 也没有人想到 他会在这儿 找吧 这儿找 那儿找 忙活一个多钟头 最后说没事呢 可能是看差了 问那个丫鬟 你瞧见什么了 你把脸盆就扔了 我没瞧见什么 我就听见他喊 听他喊 他喊什么 叫喊了跟什么似的 我以为瞧见什么了 你喊什么 我不知道 我后来想 是不是就看见他倒水 他倒水 你喊什么 行了 搅和大伙睡觉 都走吧 都回去了 这同时折腾 都折腾完了 确实踏实住了 江纲里边 大脑子出来了 大脑子心说 今天晚上 老蔡 算是报了仇了 人家家没怎么着 我够瞧的 我这已经酱香扑鼻了 我现在就能炒菜了 你这事闹的 出来吧 打江纲里出来 好就这一身酱 哎呀 好在这是愁断庄 顺着墙根再往这边来 没走多远 就是他那五间门面 找了一个门 他开这个门 那是简单 挤一下 鼓都开了 这进来了 晚上门面里边 没有人 伙计都在旁边 单独睡觉的地儿 站在这儿 缓了缓精神 一瞧这门面房分两边 这边是绸缎 整匹的 绫罗断匹 都在这边 这边呢 有一些乘好的衣服 现成的衣服 有的是给人定制的 那有的是样子 这都有 大脑立桥 行了 我今儿 换换计啊 快粘下来 踏实实的 来吧 从上到下 把自个儿的衣服脱了 一丝不挂 全脱干净了 这有的是布啊 蹬下来吧 擦弄 从上到下 弄得干个劲劲的 来到这边 把人家的衣服拿过来了 从里到外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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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穿的跟大狗熊似的 这回可暖和了 扔的西伯利亚都不怕 都收拾完了 拿眼睛一看外头 天已经蒙蒙亮 心说差不多了 我得走啊 嗯 再不走 一会儿他们都起来 这是事 我打这儿就出来 上了街了 这一上街 好家伙 街上已经有行人了 包括那些个卖早点的呀 一些小商贩呢 已经屡屡行行的 人家都出来了 也有那几个外地的客商 刚到的 街上都有人了 哎 有这么几个人 顺着大街 正往这边溜达 眼前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很奇怪 脑袋挺大 穿着这衣裳 从里到外 不知穿了多少 鼓鼓囔囔的 穿了跟个大狗熊似的 身上背了一大包袱 这几位纳闷 这是干嘛的 卖货的不能啊 卖货的卖什么呢 卖这样的 啊 大伙看着纳闷 谁呀 大脑袋呀 他是刚出来 还背大包袱 他诚心呢 他看见这几人 瞧他 故意的装作满脸惊慌 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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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跑了 转身跑 人都这样 啊 他为什么跑 是不是坏人 咱们追啊 这几人登登登登登 就追他 啊 啊 他骑士逗着玩 追吧 追过两条胡托去 他把这大包袱一扔 给你们吧 扔过去了 啊 他跑了 这几位摁住了 嘿 太棒了 该着吧 我说今儿早起 你看见了吗 咱们发财了 啊 这一定是一个贼呀 这说对了 他就是个贼 他这是偷的这个金银财宝啊 太棒了 咱们看看吧 这是咱们大伙分啊 解开吧 嗯 解这包袱费劲费大了 都是大死扣啊 好家伙 解 连解带死 连牙都上了 都解开了 解开一瞧 这是什么呀 里边一身破烂衣裳 还都是酱 弄得每个人手上身上都是 这哎呀 这不要了命了 哪这事去 这是 赶紧擦吧 擦完找地洗去吧 大脑子在人家那屋里边 刚才不是把衣服全脱了吗 一身酱 他是临走的时候 把这衣服带出来了 他怕留在那有人认出来 找一个包袱瓶 哎 弄好了 背出来 要打算扔还没扔 就瞧见这几位了 就甩给他们 啊 回家吧 躺着炕上自个儿还乐呢 就是够瞧的 哈哈哈哈 哎呀 第一是半夜里边 他们这帮人都起来 谁也没睡好觉 闹了一通 第二是 他们这钢酱啊 算是毁了 吃不了了 第三呢 他们这点医生啊 也担了好歇 啊 这个都在我身上穿着了 哈哈 有点意思啊 嗯 天亮之后 我得找老蔡 表一表功劳 啊 万事我得找他 我们俩洗澡去 我们俩得得得喝酒 高兴 睡吧 躺着就睡了 你想啊 他回来天都亮了 睡到将近中午 光光光光光光 有人砸门啊 迷迷糊糊就醒了 嗯 谁呀 外边 老蔡的媳妇的声音 兄弟兄弟快开门快开门 哎哎哎 下地了把门开了 嫂子进来进来进来 老蔡媳妇进来了啊 脸色就不对了 兄弟 出事了啊 怎么了 嫂子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老蔡让人弄走了 让谁弄走了 乌西县 让乌西县县衙门给抓走了 什么时候 早上起来 就刚才一会儿啊 你得想烦救他呀 因为咱没有别人 就咱们是亲人 我知道 知道 嫂子 你放心吧 没多远啊 昆山到无锡没多远啊 你不管了 这事交给我了 我保准把他弄回来 兄弟你多费心吧 多费心吧 等回来 那个嫂子好好谢你 看您闷客气了 安慰了一顿 看这老蔡的媳妇呢 回去自己赶紧收拾收拾 又换好衣服 因为现在穿着衣服 实在是太眨眼 绫罗绸缎 担着皮子棉的沙子 都裹了一块穿 自我看也不好看 换上平常穿的衣服 背好了包 油打这儿出来 顾一个车 赶奔乌西县 到乌西没多远啊 路上无数 到乌西一问 说县衙门在哪呢 县衙门呢 往这走 奔东去 往右一拐 就说县衙门 好嘞 谢谢您吧 转两圈 到了 他到这的时候啊 这个天已经黑了 而且人家衙门口也得下班 人都走了 大老爷呢 都睡觉了 他站着衙门口 站着 看着衙门口运气 撩医生 上了这台阶 门口 虽说下班了 但是晚上有差人值班 他过来了 嗯 有人吗 有胳膊 有腿的滚出一个嘞 这话就斜着茬出来 滚出一个嘞 真出了一位 有那值班的差人 都躺下了 一听外部说话 怎么呛了茬的 到衙门口敢这样说话 出来了 一探头 说不出来 这个人有点怪 怎么呢 你要说凭着衣服 凭着穿上打扮 能看出视力来也行 这个穿着很一般 但是整个人往这一站 就这个桀骜不逊 这个劲头 这打个脑子 瓜子 那么一蹦愣 那个眼神里边 齐个不服 拔个不在乎这劲 就让你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拆人心里也是一掉个 在门口就骂街 有没有 有哥给我腿来 滚出一个来 这得是什么人 就说明他敢这样说话 就是不怕大老爷 那不定是哪家王孙大臣家的公子 或者是管家 或者是近人 我也别惹祸 赢出来了 这这位 混账 是 什么叫这位 你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你 你仔细瞧瞧我 你恕我眼珠 大胆的奴才 是是是 你们现在也跟您回 现在也睡了 跟他说一声 就说我来了 哦 那个爷您怎么称呼 就是我 啊 就是我 哦 是是是 您稍坐 您上我这先坐回来 啊 说我这刚欺的茶 给人吓得不知怎么回事了 还给倒了杯茶 他他坐在门房喝着水啊 柴人进去了 大老爷都躺去了 往后边的后宅呀 是老爷的住宅 这老爷呢 俩媳妇 一个大太太呢 一个二太太啊 睡了 大老爷这会呢 在这个大太太这屋休息 刚睡着 这玩意 回事 给老爷回事啊 迷迷糊糊的老爷 谁啊 老爷您起来吧 来贵客了 呦 贵客呀 哪位呀 哎呀 这都躺下了 这就不是一般人 老爷赶紧起来 穿衣裳 啊 戴帽子 牛打这屋里出来 柴人外边站着 你当班啊 是大人 我当班 哦 谁来了呀 就是我 混蛋 啊 不老爷您别打我 打死你都 怎么回事 来一个贵客 贵客 我问你谁 就是我 你看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作死 不是 我是怎么 躲来的 怎么卖 他跟我说 他的名字叫 就是我 哦 说不定是哪家啊 王孙大臣家里的人 啊 可能是 趁着你们态度不好 哎 人家说 就是我 哎 我们也觉得是 你赶紧带路 带路 哎 老爷呢 往前走 到哪去呢 到花天 这边有人赶紧 请大老的 您里边请吧 让到了花天 啊 大老爷整棍树袋啊 还挺客气呢 走得跟前一瞧啊 确实不认识 哎呀 夜半惊深 贵客到此 有失远迎啊 啊 啊 哼 想了半天 不知是谁 说点寒暄的话 大脑子呢 哈哈哈哈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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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晶半夜的搅和你睡觉啊 坐那儿吧 别站这坐着 哦 是是是 大老安心说 这是谁呀 这说话 这大尺啊 坐吧 让坐坐呗 俩人坐一对联 啊 这对联坐着 嗯 大脑的一回头 看见这个 值班的这冰丁了 你可以出去了 哦 是 出去了 屋里边就是老爷 跟大脑袋 嗯 哎 您是我眼珠啊 咱们以前有过来访吗 没有啊 哈哈哈哈 我今天来找你说点事 你也别嘀咕啊 不要心的 哇 是是是 您什么事 今天白天你们这儿 是不是抓了一个老蔡啊 什么老蔡啊 有个贼 老蔡 哦 对对对对对 今天白天打昆山送过来了 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俩一伙的站起来 他老爷气疯了 好家伙进着门来跟训大人大女似的 瞎唬我一六够感情的是个贼呀 你可以把站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 啊 大脑袋乐了 嘘 谁谁跟你玩呢 啊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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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你瞧见我这意思了吗 我瞧瞧什么意思了 哎 我都要吐血了 我老爷真气坏了 啊 你你你哪儿的 你是 别着急啊 这个玩意儿啊 咱们呢 有事得从根上说啊 我呀 跟老蔡是哥们 我们俩可好了 他会的呢 我也都会 我比他呢 手还快 啊 你想一想 这个夜半惊深 孤身一人 我赶上你这来 胆儿小 闹不到这儿来 啊 我们这个手艺啊 叫偷 嗯 这么说吧 嗯 我们打算要的东西 就没有到不了手的 知道吗 你还别拿那个眼神看我 啊 就你这屋里边 无论什么东西 就你这顶帽子 就你这圈玉带 就你这脑袋 就你身家性命 我想要哪样 我就能要那样 说拿走 就拿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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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啊 你还别着急啊 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 你 要是答应我 把老蔡放过 咱们呢 就是哥们啊 以后呢 有事我还能帮助你 你要是不听我的 大老爷 大老爷 可别怪我 对不起你啊 大老爷半天都没说出话了呀 心口证堵了都不行了呀 哎呀 哎呀 活活气死我呀 啊 你这个胆子太大了 承蒙夸奖 我夸你呢 我啊 哦 还什么都能要是吗 哎 什么都能要 你要不信 咱俩就打个赌 好好好 我跟你打个赌 这老爷也是混蛋 你跟贼打什么赌呢 啊 我要跟你打个赌 你说怎么打赌吧 老爷咱这样 您呢 拿出一样东西来 哎 这东西往这一放 咱俩说好了 我说 能把他偷走 哎 你说不相信 你看着 最后我偷走了呢 就是我赢了 我没偷走呢 就是你赢了 我赢了 老蔡跟我走 我输了 把我也留在这 你看行不行 哎呀 好好好 来人呐 说了声来人呐 有打外边 值班的 来了这么两三个 啊 老爷 老爷 去 上后头 把我养的那只鹰鸽拿来 这老爷号养鸟 有一只鹰鸽 有这么一个架子 上面唠着他 啊 老爷最爱他 把后面拿来了 放在桌子上 老爷拿手啊 往下 妈子这心仆 气坏了 今天 你们俩 有俩值班的差人 张三李四 你们俩来 坐在这 啊 看着这只鸟 啊 可不许丢了 听见了吗 啊 我听见了 听见了 你 你 喊另一个差人 给他轰出去 让他出去出去出去 这头也不是这么回事 刚才请进来了 怎么轰出去了 大脑立白手 啊 好了 你去睡觉吧 啊 别送了 别送了 转身出去了 大老爷气得直打嗝 啊 你们俩看着这鸟 听见了吗 啊 不许丢了 我就不信的 话 嗯 老爷回后边睡觉 大脑子呢 就出了衙门 啊 屋里边最可怜的 就是这俩差人 本来都睡觉了 打热被窝里掏出来 坐在这儿 看这鸟 哎呀 开始还行 啊 因为坐在这儿呢 俩人就稍微精神点了 这盹就过去了 说会闲话 因为什么呀 不知道啊 刚才做梦 梦见吃丸子 那个 丸子张嘴说话 说我不敢吃的 我说我不敢吃你 我这张嘴 正要咬这丸子 这个给我叫醒了 哎呦 我也做梦 梦见我儿子要吃丸子 我带我儿子买丸子去 那丸子说 你这什么话 这真 我是你儿子 是在这 不是 眼睁就这么做的梦吗 俩人聊天 说着说着聊着聊着呢 也没事干 一会儿的功夫呢 这嘴儿就上来了 这睡啊 你看会儿我看会儿 听见了吗 我料丢了大老爷 是翻脸不可 对 来 你先瞇一会儿眼 我盯着他 俩人倒半看着这鸟 大脑袋呢 在仙牙外边的 已经是深夜了 仙牙外边没有人 围着仙牙们 转了一圈 转一转 看一看 走一走 瞧一瞧 转来转去 找了一个矮墙的地方 有打这儿 一翻身进来 像他这种人 走墙头 跟进大门 没有什么区别 这翻身进来 进来瞧瞧 这是大唐 这是老爷的书房 这是吃饭的屋子 这是花厅 花厅里边 坐着俩差人看鸟的 又往后边来 后边是老爷的后宅 一瞧 有这么几间屋子 这屋是小客厅 老爷有时候来客人聊天 这屋是老爷的二夫人 在这屋睡 那边那卧室大一点 是大夫人 老爷跟大夫人在那屋 他把所有的地形 全侦查了一遍 看完了 想了一想 低着身子 就走进了老爷的卧室 老爷刚才一进卧 气得都不行了 大太太问怎么回事 还你别说了 气死我了 明天再跟你说吧 哪儿的事 可已经半夜的 让贼给我上节课 快睡吧 衣服帽子都搁在边上 老爷钻备我边睡觉 这会儿工夫 刚睡着 大脑袋又大外面进来了 蹲着就进来了 看看 老爷 太太 醒了 一回头 这边 放着老爷的纱帽 放着老爷的红袍 玉带 太行了 我来这个 过去了 一伸手 连帽子在衣服抱在怀里边 蹲着 又大这屋就出不来了 来到外面 站在院子里边 穿上了 穿上这红冠衣 系好了盘 把玉带扣上 顶着这纱帽 衣服还挺合适的 纱帽 插淡 他家大脑袋 他脑袋那么大个 老爷的纱帽这么小 扣上不好看 凑合吧 穿好了这身衣裳 撩着衣服 端着玉带 就在这儿 横冲直撞的往前走 啊 呵 愣走 一直就走进了花厅 这俩牙一坐在这看着鸟啊 哭着都不行了 啊 迷糊糊糊 他就大跟前了 一伸手就把这鸟拎起来了 啊 睡觉着了 转身往外就走 这俩赶紧站起来 哎哎哎 哎 谢太爷 谢太爷 也没看见是谁 就瞧见了 红观音 沙漠 沙漠 老爷自己把鸟拿走的 啊 俩人站起来低头 谢太爷 谢太爷 哎哼 困得不行了 嗯 打花天出来 这俩 回屋睡觉 大脑袋拎着鸟出衙门上街了 天光大亮 大老爷起来了 啊 坐在这还运气呢 哎 什么事啊 哪来这么一臭贼啊 差点让他气死我 大太爷起来了 行啊 什么事啊 昨天半夜问你 你也不说 嗨 你是不知道 我这睡着着的 来个人说什么贵客 我这赶紧 我就说穿衣裳 然后戴上啥 我那医生哪去了 拿手一指 衣服帽子 哎 医生呢 哎 老爷起来了 啊 哎 这是 打这屋出来 人呐 人呐 打外边 拆人过来了 老爷 您您起了 我起了 我那个医生 那事正好跟您说呢 跟我说什么呀 昨晚上您来那朋友 穿上您的身衣裳 戴着纱帽 在 衙门口正走柳呢 跟老百姓正聊天呢 他说要坐台阶上审案子 快请进来吧 丢人现眼了 啊 他在门口啊 从头上到脚下 穿得很齐 拎着这鸟 衙门口 门前这么一走柳 老百姓不没事 哪儿 太爷这么出来干嘛 这是啊 他好家伙 自来熟 跟谁都论识啊 怎么样啊 你那菜卖的如何了 多少钱一斤上的 又炸油条子出摊了 来碗豆浆吧 如何如何 又这老太太 我扶你那边 好家伙 大伙说 这仙太爷这是改皮去了 他也吃饱了 喝足了 坐在仙太爷门口 这个大台阶上 这鸟放在旁边 往这一坐 我微服私访 有什么冤枉 你们就说 好家伙 这跪着好些老百姓 跟这正说话呢 他这平身 不要 别害怕 太爷大理就出来了 大爷 大爷 您起来吧 您起来吧 好家伙 太丢人现眼了 快快 进来 进来 来这胳膊 进来 他这回头还跟老百姓打招呼呢 退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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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了 一直拽到后边花厅 你脱 你给我脱了 谁让你穿我衣裳了 脱脱脱脱脱 他也乐了摘纱帽 脱棍 拔开玉带 扔到这 把鸟一放 怎么样 哎 服吗 而且还告诉你 鸟都给你喂完了 啊 石 水 全齐了 哈 我赢了 放老菜吧 哎呀 哈哈 现在爷眼泪都快下来了 啊 哎呀 这 这不算 你讲理不讲理 你是爷家的县材爷 怎么还还不算呢 是啊 我这个 我这投一回吗 这不就是打赌 哪有打赌一回来去 嘿 昨天打赌 你也没说 啊 三拘两胜啊 或者赢几次 你不就告诉我 偷鸟就赢了吗 偷我这鸟啊 这是第一次 啊 我说先试试你 啊 这个 第一次 行 就成功了 接下来 你有资格 啊 进入第二关了 你看 行不行吧 哼 说话 不算话 那你说 还要怎样 嗯 我有一宝贝 我有把酒壶 是紫金的 今天晚上就在这 你看见吗 就这个 方天 我坐在这喝酒 而且我看着他 你如果说从我眼前 能把这个酒壶偷走 你就赢了 啊 要不然的话 我抓你 我打你个二岁归 老爷说话算话 你放心 老爷说话 什么时候算过话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玩意还不如当贼子呢 啊 当贼子说偷你就偷你 别废话了啊 咱们说好了 今天晚上 好嘞 大脑袋出去了 老爷白天得忙啊 各种的公募啊 这都忙完了 晚上退了堂 吩咐人来呀 弄两碟小刺 就在这厅里边 桌子上一放 筷子 布底都摆好了 把自己这把紫金糊拿过来了 最爱这把糊 刷着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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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装上好酒 往这一放 这有一杯子 老爷坐在这 看着他 我就不信 啊 眼皮底下 你能把它偷走 还反了你不成吗 啊 喝酒 倒酒 哇 端着杯 吃菜 这咸 这甜 吃呗 也没什么事 就坐在这等着 喝吧 喝来喝去 就这一大壶酒 这个壶啊 装不少呢 老爷挺能喝 管家他没事干呢 老坐着喝丝 搂丝搂的 喝了最后可能没多少了 拿起这壶来 换换 好像是没多少了 把盖打开了 放在这 看这壶里边还剩一底 一倒 把这点酒啊 空到杯里边 又把壶放在这 端起杯来 哎 哎呀 他也累一天了 昨天夜流没睡好啊 就看这壶 这是个难受的劲啊 你要说你们跟那玩啊 玩牌啊 或者看个恐怖片 你这一晚上好对付 就一个喝闷酒 坐着看着壶 没个不乏呀 到最后老爷说 这玩意我可坚持不到天亮啊 我不行 就趴在这 咪瞪一会儿 但是咪瞪呢 我把这壶啊 圈上 我搂着它 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偷 没说的是抢 你明着拿不行 你过来一把拿走了 我看见你了 只要我看见你了 哎 你在这儿呢 你就输了 对吧 对 我来看着他 搂着这壶 跟着 咪咪糊糊 咪咪糊糊的 哎 自己还念着呢 丢不了 哎 这要是丢的 除非你是神仙 知道吗 我这么搂着 你这壶 他 这不就丢了吗 丢了吗 丢了啊 就剩一壶盖 在旁边放上 这壶没了 他要是不打开这壶盖 这壶还不好抖 怎么偷的呢 就在他头顶上头 这个一拴之后啊 大脑的心里就有数了 赶等天黑之后 就在房顶上运动一下 他房顶上有瓦过去啊 把这瓦打开了之后 从上边是能看见里头的 你不像现在咱这房子都吊着顶子啊 你看不见过去那个建筑是可以的啊 把瓦一掀开 从上边就能看见底下 他这个位置正好 就是在老爷头顶上头 哎 整下方 就是这把壶 一直看着 看老爷在这喝 这等着 他等机会呢 等啊 等啊 等 哎 等了最后一拿酒壶盖 打脑袋乐了 成功了 早就准备完了 在房顶子上面搁着呢 等着吧 一看老爷把酒干了 看这状态 喝多了 哎 趴在这一睡觉 趴着一回首 把家伙抄起来了 什么呢 一个大竹竿子 白天就准备好了 一根竹竿子 竹竿子里边 都捅开了 是空的 在这头锦头 绷着一个东西 什么呢 猪的虽跑 就是猪的膀胱 你看好多那个村里 杀猪的时候 小孩都爱玩这个 哎 把那个给我们 猪碎跑 拿走就吹 吹鼓了大气球 玩 要这 他白天跟门口都熟了 跟这个 杀猪那 咬一碎跑 就绑着这个猪肝头都绑好了 他这里面是空心的 等老爷睡着了 他又打上边 把这肝就顺下来了 顺着哪呢 顺着这虎口 让这虽跑进这湖里头 这头他在上头 吹气 你明白了吧 这一吹气 气了也足 顺着这竹筒气下来 把这虽跑吹大了 这个猪虽跑大 鼓起来 就把这湖震开了 往上一瞪 这湖就走了 瞪上去 接过湖来 把瓦盖好了 老爷一睁眼 还没 胡丢了 老爷坐在这拍桌子 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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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厉害 你拿上了 你给我拿回来吧 又打外边 哈哈大笑 他乐着就进来了 哈哈哈哈 哎 老爷 服不服 啊 怎么样 哎 人物在此 老爷接过来 不是 你这 你还 你真行 哈哈哈哈 方在这 把湖盖盖上了 坐那坐那坐那 啊 俩人坐去了 这个 大佬爷 怎么着 大脑袋 这个 你就不再给人起外号 不是 你脑袋是不小 你不自个也说吗 啊 这个 我问你点事 嗯 老蔡什么时候跟我走 哎 你这个 你这第二关是过了 你等会 你这要脸不要脸啊 怎么又第二关过了呢 不是 不是 咱不说好了吗 啊 是不是 嗯 在一在二不能在三 最后一关 如果你过的话 我就让老蔡跟你走 好吗 哎 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啊 你说吧 第三关还要怎样 第三关我要是办到了 你还这样说不算 你可别怪我啊 我这给你搅和一个烂七八糟的 哎 别着急 第三件事 我希望你在我县衙里面做一件大事情 这件事情得让衙门里人所有人都说 呦 这个事啊做的太大事了 能做到这一点 我就放你和老蔡走 好不好 行 咱和言人有信 就这一次 啊 那没问题 就这一次啊 好好好 好 那就明天晚上吧 好嘞好嘞好嘞 咱们这个书啊 叫大脑的三道县衙 啊 这是眼瞅着就到了第三回了 白天去找这睡觉去 赶等到晚上又来了 晚上呢 这个都睡着了 这院里边他很熟 啊 前院后院哪屋谁干嘛 谁睡哪屋 他早就料到了 打了一公天 大脑子又来了 翻墙进来 找个嘎嘎坐着 先琢磨 今天怎么办 办这件事情 还得让衙门口上下 都得佩服我 都得觉得这个事大 来吧 也只可如此 又打前院奔后院 到后院 直接的就进了这屋了 这屋是谁呢 二奶奶睡的屋子 先他爷俩媳妇 大夫人二夫人 这屋是二夫人 是那个小妾的房间 二奶奶已经睡着了 二奶奶年轻漂亮 大奶奶就一巴子 岁水在这 老爷呢 又怕媳妇 所以说 得大奶奶恩典了 今天上那屋睡去吧 才敢过去 这几天呢 大奶奶觉得老爷生气 心情不好 他老拿他当自个儿子似的 我得哄着 上我这屋来吧 所以呢 二奶奶这屋就是一个人 打脑袋 蹲着进来 一瞧二奶奶睡觉了 开始 其实躺在那没睡着 恨这个大太太 霸占自己的丈夫 天天上他那屋睡觉 我这屋一个人不像话 骂了半天 闲街了 这会睡着了 他刚睡着 打脑袋到跟前了 随身带了一兜子 这兜子里什么都有 大兜子里掏出来了 小茧子 你想啊 二奶奶睡着了 这头发散开了 在枕头上 他一攥着头发 拿着茧子 这一头的绣发 让他给剪下来了 你得这么想 你要说 你找一个美容院 找一个理发店 你坐在那 我要一个面头 人家给您搅 我给您收拾 特别奇迹 他这个就是随便来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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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狼啃狗嚼的似的 这一脑子秀发 搅下来了 一记记本 来在这一扔 搁到桌子上的 桌子上有笔 因为二奶奶会写字 没事还练字 有笔 他把笔抄下来了 在墙上写仨字 就是我 写完了 出去了 出去了 搬哪儿 搬后厨 到后厨 拿酒 拿菜 跟这喝 等天亮 天亮还不快吗 一会儿工夫呢 天就亮了 二奶奶睡醒了 一人睡觉啊 也没什么意思 坐起来了 唉 心里还别扭呢 老爷没上我这来 哼 讨厌 一甩这头发 你想啊 他的头发也长啊 一甩这头发 觉得晃了自己一下 往常头发长 一下甩哈 今儿子一甩去 愣了一下 拿手一摸 我 改了板村了 一糊 整个这脑子 不对啊 再低头枕头上 还有头发叉子 马爷 救命啊 大老爷就听见了 坐下来 怎么了 怎么了 他起来了 大奶奶 你睡你的觉 不是 你听他那有出事了 出事好 你躺下吧 别 别出事啊 大老爷大被窝出来 下地 把这屋奔那屋去 没事 怎么了 你这个 你是谁 怎么了 不认识了 啊 二奶奶漂亮 一头绣发 这会儿一进来 炕上做一把村 啊 你是谁 哎呦 老爷 你这你 你不会认识我了 啊 哎呦 哎呀 你可真的 不 再一回头 墙上有字 就是我 一低头 案子上 放着那把头部 老爷眼泪都快下来了 过去拿去 这 你 你 这我 二奶奶坐在炕上 哇 就哭了 我可活不了了 这不要了勤命了吗 牛打外边 大脑子进来了 啊 站在老爷后头 怎么样 今天弄地了吧 打老爷拿头发 哎呦 你可缺了得了 这是不是你干 你看 不是我还是你吗 对不对啊 别跟我抢功劳 看墙上写了 就是我 哎 就是 哎呦 你你 要了亲命了呦 哎呦 二奶奶打炕上蹦下来 剁了脚子 骂街 老爷这是您朋友 啊 他干的这家什么 我这脑袋 我得好几年才能回去 我的天呐 又哭又闹 这个院子里边拆 人们都站满了 没人敢进来 老爷闹家务呢 哪敢进去啊 啊 大奶奶打内屋过来了 哎呦 哎 还要点脸不要了啊 这么些个丫鬟婆子 使魂吓人啊 让他们都看着 我们家这个脸面都把你给扫进了啊 可是一推门 你说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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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奶奶乐了都不行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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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老爷 我这我跟他打赌 我说让他干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 我就答应他 然后 没想到他干这事 我我跟他打赌 我老爷语无伦嗤了 啊 大脑子说了 哎 哎 嫂子啊 哎哎哎 兄弟兄弟 你说这怎么回事 我们俩打赌 我们哥俩闹着玩 他说要干一件大事 衙门口的人都得赞成我厉害 白事就答应我 我有朋友在这 白事 我一想没别的事 我就把二奶奶的头发给搅下来 您看我这算不算惊天动地的大事 算 兄弟 太高了 这个大奶奶二奶奶不合 一瞧二奶奶这头发都剃成这样了 哎呀 大奶奶发自肺腑的兴奋 好 这事干的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惊天动地 老爷说你别掺和了 这都乱成什么样了 别废话 你跟人打赌 愿赌服输 知道吗 你答应人家什么了 我答应他 哎兄弟你说 他答应你什么了 他答应我 有一朋友老蔡 他说答应完事 放我们回去 放放放放 来人哪 快去 什么老蔡是吧 快去 老蔡弄出来 快送送他们走 送他们走 大奶奶发话了 压门口这些 拆人哪 就听呗 赶紧去吧 到南间 把老蔡提出来 出 大奶奶给换衣裳 洗脸 被投叔叔 给拿点盘着 道上不得吃东西吗 买点干粮 弄点肉 弄几红酒 给烫着 敲锣打鼓 送出去 整个无锡县 衙门口 热乎朝天 窝骨喧天 鞭炮齐鸣 把俩贼送出来了 老爷家里边 怎么在打架 怎么在闹家伙 咱不管 这俩人出来 出来之后回去吧 这归着归着 回家 回哪呢 回昆山 这一回来 老蔡的媳妇乐坏了 阿弥陀佛走了三天 走了三天 可是回来了 大脑袋 有你的 你是个好样的 别 嫂子咱们说话得算话 咱不能让人笑话 走吧 哥哥 咱俩先烫个澡去 喝酒 好嘞 好嘞 我们先喝酒去 哥俩高兴 打了几斤酒 拿着酒 奔澡堂子 到澡堂子 找一热池子 哥俩脱了衣上 一泡 这池子里边放一盘子 盘子上放着酒杯 有小菜 花生什么的 你在那头 我在这头 哥俩泡着澡 喝着酒 吃着小菜 高兴 一边吃 一边就聊天 哎呀 哎呀 我这师哥 怎么着脑袋 这个 我把您接回来 其实我一直在琢磨这事 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啊 这喝着 把牌又推过去了 啊 这个 您这回 偷昆山县这 府库文银一千两 我觉得这个事 不叫完 那 他这个案底老在这 我想这个事得把它了了 脑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之前你偷了一千两银子 你跑了 你是跑了呀 昆山县不会就此罢休 因为这个府库的钱 他对不上账 他一定得想办法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如果抓不到你 就得找寻老百姓 到时候拆兵丁下去敲诈勒索去 咱们哥俩可就祸害老百姓了 来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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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兄弟 哎呀 话是如此 那你觉得怎么着呢 不就一半 有什么办法 哎 我得找一趟昆山县县太爷 啊 你要上昆山县 老蔡 你送我去 什么意思 你送我上昆山县 你就说我偷的这银子 你把我送去 我到那定走收监 大老爷把我压起来 你走你的 这个事就把你洗干净 兄弟 把你低下来 那我这心里也不落人 那哪行 你甭管 我上那有的是败 我觉得这个法 第一就是把你救了 第二 把老百姓能够救了 好不好 行吧 哎呀 反正我也知道 你看我爸爸教这么些徒弟 也就是你有个样 啊 那你要觉得有把握 那咱就来一回 好嘞好嘞 明明咱就去 哥俩跟着泡了澡 喝了酒 越喝越开心 越喝越开心 喝了最后啊 喝高了 那 大脑子一指的呀 泡澡来吃的 师哥 咱干了吧 热乎乎 咱干了吧 老蔡说 太太大了 这杯端不起来啊 啊 那这样 我伸着点 你随意 好吧 别别别 所以不下去 这泡澡的水 这不行 这个喝着嘴里边撑着哼 那行了 那得了啊 伙计过来二杯烟 差不多了 都泡腹弄了 快起来吧 起来吧 啊 俩人打池子出来 擦干净 洗干净 换好的衣服 回家 各回各家 转过天来 中午 老蔡过来敲门来了 脑袋 脑袋 哎 哥哥 进来 老蔡进来 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昨天说的什么话 昨天不说 说要去昆山县送你投案自首吗 好 对对对 是有这么一个茬 啊 咱怎么说的来着 到那是把我洗出来 不对啊 不对 是把我洗出来 啊 不是你把我送上投案自首去 大脑袋乐了 对对对对 你放心 啊 咱们现在就问昆山县 到昆山县啊 他只要把我留下 扭头 你就走你的 好不好 好嘞好嘞 咱们走咱们走 打这出来 敢问昆山县的县压 拐弯抹角 抹角拐弯 这就到了 门口有这个 差人值班的啊 俩人过来了 这个解决头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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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哗哗 有认识的 本地的俩大贼来了 哗哗 二位 这个什么事 哎 投案自首 我去你二位开玩笑了 怎么就投案自首啊 那个 我们哥俩都认识吧 认识认识 老蔡啊 知道知道 就是我啊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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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太爷说一声啊 我们俩人 哎 这个来投案自首 帮老爷了一桩 新事 哦 那好 那您等着吧 拆人进去了 啊 大老爷呢 正在后堂 昆山县 愁了都不行了 就是因为福库丢 文银一千两 如果对不上账 怎么办 正为难了啊 打外边进来了 那个 跟太爷您回 来俩投案自首的 要把您的账给您聊一聊 太爷站起来 哗哗 这还有这个事啊 这谁啊 俩人 一个叫老蔡 一个是 呃 叫就是我 哎呀 这个什么名字 这是啊 来呀 邦点声塔 邦邦邦邦邦邦 三通鼓响 快撞灶 三班牙一排班速裂 昆山县转屏风入住 一拍桌子 来呀 带老蔡 大老爷 还有一个 对 还有老旧 天上下雨 地下滑 自己跌倒 自己拔 要让朋友拉一把 还得是酒换酒来 茶换茶 说这么几句 定场事 坑王驾到又开始了 这些日子天气是 越来越热 天这一热呀 人就没精神 你包括说书 要是有观众呢 还好点 台上台下 咱们还能逗着玩 能搭个下茬 一个人呢 就闷得很 尤其这个 在屋里边 灯一烤 整个这状态呢 就跟馅饼差不多 但是工作嘛 该做还得做 天气这一热呀 也不想干什么 你想连饭都不想吃 天热躁的 像这会儿我就挺羡慕人家 东北人的 人家吃这个水饭 高丽米水饭呢 打茶子呀 水饭 弄多了之后 拿凉水一固 来一大碗连汤带水 葱啊 蘸点酱啊 青菜啊 咸鸭蛋啊 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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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大碗 吃完之后浑身上下 凉丝丝的舒服 我们家天津人 天津人逢这个季节 一般来说 竟吃这个芝麻酱面 夏天吃 没听说谁家 三九天外边下着雪 吃芝麻酱面 没有这么干的 都是夏天吃 凉爽宜人呢 也简单 这个调点芝麻酱 花椒油 酱豆腐摊 来点菜 咱这东西简单是简单 弄好了也不容易 首先说芝麻酱 这个芝麻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搁上点糖 它就能吃出甜来 搁上点盐 它能吃出咸来 如果单吃 还能吃出香来 这个不容易 其他的食物 有的搁完盐不是味 搁完糖 它也闹腾腾 唯独芝麻酱 欲甜则甜 欲咸则咸 单吃还很香 挺好 但是你要在外不吃 有的时候就很难是纯芝麻酱 很多商家人卖的时候 给您用花生酱 花生跟芝麻 这两者不一样 外边卖的呢 为什么愿意给您花生酱 就是因为花生的造价低 花生两块来钱一斤 芝麻呢 芝麻五块来钱一斤 它都不一样 而且来说 吃芝麻酱面 必须是好芝麻 现在有芝麻酱都是假的 我问过他们 他们有人跟我聊天 说某某某专门卖芝麻酱的地方 这一年呢 光用那个方便面的碎渣 就得用四吨多 你想那玩的好得了吗 好芝麻酱 把它卸了 卸完之后搁边搁着 然后调一点酱豆腐汁 最重要的还有这花椒油 好花椒炸完之后 里边搁点小虾面 再放上好酱油 调这么一大碗 来煮的面条往里边一放 最好要有香醇 来点香醇 黄瓜丝 拍点水萝卜 一就这清苗蒜 这一大碗 这边吃 那边拿刀拉耳朵 您都不觉得疼 这太香了 这天吃点热味还挺好 所以您就跟家里边 踏踏实歇着 吃完芝麻酱面 听我们这说书 也是个乐趣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咱们接眼前文 因为上回这个神偷啊 还差一点没给您说完 我们这是不能再挖坑了 老让大伙指责 说我这个坑连坑坑套坑 坑里还有坑啊 这个神偷呢 就是争取给大伙把他说厉害了 听过上回书的人 您还都记着 这个咱们这个主人公啊 叫大脑袋 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脑袋挺大 您昨天那样 您想去 德军社有一说像 叫 严和祥 估计跟他那状态差不多 大脑袋 大脑袋聪明啊 他脑容量大 你就怕他脑袋这么大个 脑袋像松子似的 所以他聪明不到哪去 头天晚上 老蔡跟这个神偷就是我 大脑袋瓜子 俩人伤了好了 转过天来 要去昆山县 由老蔡送大脑袋自首 要把昆山县府库 失银一千两的事情 都揽在身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老蔡洗出去了 哥俩说完之后 晚上也洗了澡了 喝完酒了 转过天来就奔昆山县 来到这一说这事 昆山县之县高兴坏了 阿弥陀佛呀 都快愁死了 一千两银子归不上帐啊 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 来呀帮点生堂 咚咚咚咚咚咚咚 鼓声响亮 三班牙一排班速裂 昆山县转屏风入座 吩咐一声来呀 带着俩人翻 犹打底下 老蔡跟这个大脑袋 俩人上来了 大人这一瞧 叫什么名字 跟太爷严认回 我姓蔡 他们都管我这老蔡 老蔡 那个呢 好 这大脑袋瓜子这么大个啊 你叫什么呀 太爷 就是我 是知道就是你啊 名字呢 就是我 怎么耳朵还不好了呢 对 就是你 叫什么名字 就是我 你别喊啊 两旁边差人跟着暗乐 为什么呢 差人们认识 这是地面上两个大贼啊 一个叫老蔡 一个叫就是我啊 知道这俩人 老爷没明白呀 旁边有班头 太爷 他这个江湖上的匪号 叫就是我 匪号啊 这俩 非贼吗 就跟咱们上学时 有学名啊 到了烟花院里边 有花名 作义的 有义名 跟道理是一样的啊 匪名就是我 哦哦哦 嗨 这个 叫匪名啊 我还以为 就就姓旧呢 我还说这个赵前孙李周正王 伯家姓里边 没有这个姓 我还以为 这是个外姓呢 这个 老旧啊 大人真敢喊 老旧啊 大脑子一抬头 怎么这外甥 混账 怎么还抄我一个钱啊 不是 这不您叫我吗 这个 说说吧 嗯 你们俩来 什么事情啊 老蔡 神山县福库偷银 一千两 是他干的 我今天送他来 投案自首 啊啊啊啊啊 哎呀 可恶 大胆啊 这是实在的嚣张啊 治国家枉法于不顾 怎么这么大胆子 国库的钱你们都敢偷 嗯 这个 这大脑袋啊 说说吧 你是怎么偷的福库这一千两啊 讲一讲吧 老蔡把话接过来了 太阎 您别问他了 我给您讲吧 他说不细致啊 啊 那天晚上啊 是这么回事 蹬蹬蹬蹬蹬蹬蹬 出那门进那门 详详细细 全说一遍啊 大脑袋旁边点头 心说对 就得他说 因为这事他干的啊 这说着 旁边就有师爷 把所讲的话 全都记下来了啊 记完之后 给太爷看看 大老爷点点头 来呀 让他话供 拿过来了 递着大脑袋 看看看看看看对吗 大脑袋接过来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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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说 你干嘛呢 怎么哎呀呀呀呀 嘩啦 唬唬唬唬唬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哎 拿过来吧 别捣乱了 啊 话了个十字 算是话了呀 接过来 老爷说 老蔡呀 你这是为国家立了功了 啊 行了 你走吧 这个人犯就留在我们这了 老蔡打堂下来 回家了 咱不提 单说大脑袋 接下来要定走收监 好家伙 吸了哗啦 手铐脚镣 全给砸上了 走吧 走吧 要是别的犯人 差人们那不客气 跟堂上连喊待叫 第一是给老爷撞威 第二让犯人心里边害怕 但今天这个状态就没人这么喊了 因为人家是自首 又何况都知道他 鼎鼎大明地面上的飞贼 你跟他这珊瑚海上的闹腾 没有意义 走吧 走吧 好好好 各位辛苦了 辛苦辛苦 一边往外走 一边还跟着两旁边的差人打招呼 回见了各位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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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爷一抖了手 肩门倒辛苦 他拿我这昆山县当了茶馆了 老爷退堂 大脑袋压塞了难尖 好 这一进难尖 监狱里边人也都认识他 哎呦 好家伙 没想到啊 你也要上我们这来的时候啊 啊 久闻大明如雷怪尔啊 大脑袋乐了 小小小小小 别客气啊 咱们可不是外人啊 是啊 这回行了 没想到你到我们这一目三分地来了啊 早就听说地面上有一个就是我 老伴没想到啊 就是你 那可不呗 不是我还是谁啊 啊 我来瞧瞧你们来 你们也没想到我能来吧 没想到啊 这些年来 老憋着逮你也没逮着过 哎 前些年是不是逮着过一回啊 对啊 四年前 四年前逮着一回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 后来怎么 后来我不就自个走了吗 好家伙 你拿我们这当大车店了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啊 哎 行了 行了 别客气 别客气 里边行 里边行 这来到里头啊 这一进来 呼 好家伙 这男奸呢 他是一个一个的监设 啊 来到锦里头 打开了一进来 他这屋里边还关着四五个呢 啊 这一进来 有认识的 哎呦 我我我 好啊 好家伙 头哥来了 什么叫头哥啊 大头吗 快坐快坐 快这坐这坐 这坐 这坐着 聊闲天啊 旁边这几个差人也跟着啊 说点闲话 说来说去 大脑子说 各位 这个 我这回来啊 是有事 嗯 因为这个 他爷这短了一千两银子 我呢 得把这一千两银子给他归下 所以说 你们几个人帮我一个忙吧 几个差人说帮您什么忙啊 这样啊 你们给我放了 不像话 给你放了 给你放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得靠上 不是 这事是这样啊 因为太爷那这不是短了一千两银子吗 啊 人来了 不管用 账上得归下 你说账不归上 这一千两银子冲谁要 是吧 到时候你们也为难 你们放个出去 我呢 先找太爷聊一聊 聊完之后 想方设法 把账给他归下 然后呢 天亮我回来 咱们一块吃早点 他姐说这个 你说了玩算不算 又何况说这是朝廷的王法 没有说事出去还能回来的啊 你看 这你们就不相信了啊 拿手一指 旁边这有一个上年纪的狱卒 在监狱里边干了一辈子 你问他 是不是 我好想走是不是拦不住 这老吴乐 哎 对对对 你们不了解他 他要说跟这屋里边出来进去的 比咱们还方便呢 啊 还是得啊 这样吧 我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 见见太爷 然后有什么事 天亮我回来 我给你们带早点回来 这几年轻的说 您说了算 你放心吧 来吧 去拿钥匙去 拿钥匙把我这个料子 靠子给我摘开 哎 这几人转身 拿钥匙去了 拿钥匙回来一瞧 他自个都开开了 他比那钥匙还好使 啊 都扔了地上 你们这玩儿推慢了啊 你看我自个儿弄了多好 哦 好 您这是摆设 对您来说 这玩儿不叫事 行了 行了 你们也别客气了 等着我吧 天亮回来 他们吃早点 都吃什么呀 啊 油条啊 馄饨啊 还有什么 行了 您呢 您看什么好拿拿什么吧 您找回来就行 我们给您准备早点都行 等着我的 如履平地 来去自如 尤打这奸忠 他就出来了 啊 你想啊 昆山县这也没多大 他又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 哪儿也瞒不住他 他都认识 啊 窜方越籍 拐弯抹角的 就来到仙衙门了 仙衙门前面是老爷办公地方 后边是老爷住宿的地方啊 就在这个书房这儿 昆山县县他爷爷坐在这儿愁眉苦脸 这儿烫了一壶酒 有俩凉菜 自个儿是喝闷酒呢 哎呀 这可怎么弄啊 嗯 人是回来的呀 这个钱怎么办呢 难不成让我自己掏出一千两银子来吗 我这一年挣才挣多少 哪那么容易就堵上这个窟窿呢 啊 哎呀 正犯愁呢 他旁边这大脑袋进来了 喝闷酒呢 啊 心里烦得很 别烦别烦啊 我陪你聊会儿 哎 你坐下 你说这 哎 你 你怎么来了 啊 没事的我看天不早了 我就该歇着来 什么叫该歇着来了 你这 你你你你坐监房跟下班似的啊 您别了解 坐坐坐坐 老爷别害怕啊 我啊 来半天了 我以为您在我睡觉呢 我上后排去了一趟 你还上后头去了一趟啊 看看啊 我想您太太睡觉了 孩子也小 我就没打扰他呢 啊 一路找就找到这来了 你也甭客气 到这我跟到家是一样啊 啊 这个咱们聊点心里话吧 啊 好 那那你就坐下吧 咱俩聊聊吧 嗯 这个 我知道你发愁是为什么啊 不就是这一千两银子归不上吗 是啊 一千两银子归不上 我怎么办呢 哎 你这样啊 你别着急 我呀 一会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呢 我把银子给你弄回来 把账怼平了 好不好 然后这个明天咱们伤了伤了 我怎么办 不是你说这话 我都没听懂啊啊 什么叫你出去把账给我规置上怼平了 然后再说你怎么办 是啊 这是两件事情 第一 你的账得平 要不是老差的一千两那份弄 第二就是 我不能总在你这待着 对不对 服裤偷窃文银千两 这个罪过不清啊 咱们得商量商量 我怎么处理啊 那还怎么处理 你 你这不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是不是啊 你要想走到时就走呗 走了之后我们再想着 再买个谁替你呗 别去 咱别冤枉好人 啊 咱们一件事一件事来啊 我先给你出去弄银子去 你等我回来 咱俩上来 你睡觉吗 大人说我别睡觉了就啊 我等会你吧 你可准回来 你别坑了我呀 哎 您放心 踏踏实实的啊 这个做贼的说话算话 嗯 那你去吧 打脑袋打这屋就出去了 啊 街上已经全黑了 那个年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老百姓天一黑就睡觉 街上没人 打脑袋打仙衙们出来了 啊 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啊 今天晚上上哪儿给他找这一千两银子呢 找一背风的干篮往这一坐 正琢磨的 又打眼琴 过去一个人 大脑袋蹭就站起来了 怎么了 同行吗 难道说啊 这个点跟街上走的能是什么人 一瞧啊 这个人走得很慌张 步履匆匆 就知道他是有心事 啊 你要没事跟那溜达着啊 散散心 他就会很悠闲 这种呢 走得很快 一边走呢 一边还走得不看 要说明他心里有事 哎 大脑袋心说这有点意思啊 我跟着他瞧瞧吧 站起来 顺着墙根 后边坠着他 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墙以外 这一组啊 直接奔了后门了 站在后门这儿咳嗽 轻轻的一咳嗽 就听着这门环响 哗啦 门一响 半扇门打开 这组 就钻进去了 紧跟着门就闭上了 打脑袋乐了 哈哈哈哈 非奸计道 啊 你想这词呗 对不对 这表来 不是他就是我 他不是偷东西 你我偷东西 无论上哪去 我怎么咳嗽人家不开门 啊 后来玩命开门 那肯定是大夫卖药的那家 这招一咳嗽 门就开了 他进去了 说明日说了好的 商量完了 这点他来 这就是肩夫啊 我来吧 来到跟前 他那身子骨 快 垫不拧腰 一扒在墙头 蹬一下子就上去了 先蹲在墙头上 往下看看 瞧瞧底下 有没有人有没有狗 有没有巡逻的 一看都没有啊 又打上边下来 落了地上 一点声音就没有 那好似一团棉花落在鼓上 很轻巧 落地先蹲会儿 蹲会儿之后 看看周边环境 这就是行家 没有说一落地 啪站住了看啊 左看右看 大声的打招呼 那是笨蛋 没有 蹲这儿 他蹲在这儿 就瞧见刚才进来 那个人正往东南方向走 心说小子 我追着你吧 仔细观瞧 刚才在门口那是有一个小丫鬟模样的人 给他开着门 开开门之后 好像是指引完了方向 丫鬟走了 这个人自己就被后院去了 大脑袋一路坠着就下来 来到井后边一瞧 乐了 这是一个秀楼 一般来说 像这种大户人家 三进的院子 后边呢 是比如小姐啊 或者是姨太太住的地方啊 心里点点头 行嘞 今天没白来 聂族前宗 就一路来在了楼口这儿 前面这个人一望两望 看两边没人跟着 开门就进去了 他进去了 功势不大 大脑袋也进来了 他这是一个二层的楼 一楼是一个客厅 啊 正当中是一个账巴了条案 底下怼了一个半桌 两旁边是太石椅 啊 这个周边各种的摆设呀 百宝阁什么的 进门就知道 这不是一般人家 这是个大户人家 在旁边那儿有楼梯 上二楼 啊 走吧 大脑袋心事 我也别客气了 啊 楼上参观参观吧 顺着楼梯 轻轻的 就上了二楼了 二楼是住宿的 啊 这儿一进来 就要听见俩人说话 哎哟 你可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是啊 这一道上 我也是岌岌可可呀 老家伙呢 哟老家伙呀 这些日子舒服着呢 天天吃药 哈哈 一擦盒就睡觉 这回他可成了 啊 可没人管咱俩了 嘿 太棒了 大脑袋点点头 这是肩服音服 你听这说话就知道吗 啊 你老家伙呢 甭问是本家的老爷 哎呀 他可舒服了 天天吃药 这些日子 说明老头身体不好 才有机会 让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摘了两口子一听 这俩人 在这个床上一边聊 一边乐 大脑的心说 那行了 你们忙你们的 我忙我的吧 啊 蹲着就进来了 你瞧这正当中这 有一个架子床 漫障都撂下来啊 屋里边摆设都很惊奇 都是好家具 硬木的家具 上面嵌着罗垫 一看就是这家有钱的人家啊 顺着这边就过来 躲开这个床 人家这边啊 这边有柜子 到跟前伸手摸着柜子啊 那什么柜子也挡不住他呀 又何况说是没锁呀啊 这一打开了 伸手进去一摸 乐了 哎呀 什么都有 有首饰 啊 有整定的金银 高兴了啊 哎 拿什么装呢 又想起来了 他最拿手的 就是拿裤子装银子 蹲着走到床边 一伸手 把搭着的裤子 衬下一条来 走到这边来 俩裤腿记住了 裤腰打开了 往里边装银子啊 哎 往肩膀一搭 挺身 站起来了 临走之前 还得说一声啊 早休息 我走了 踏实走了 那炕上噔噔一下 俩人起来了啊 这家怎么闹 咱们不管 单说打脑袋 又打这出来 这快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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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的功夫 又回到了昆山县县 他爷子都喝了三壶酒了 谁说回来不回来啊 啊 这玩意哪有谱 没跟他共过事 这万一他要是跑了 我跟上司丫子也没法交代 因为今天已经把公文都写完了 那有这么一个贼 怎么偷盗的府库文银 都说完了 已经往上司衙门送了 这倒是上司批回来 我说什么呢 啊 啊 这个人没了啊 他晚上打监狱里面出来看过来了 后来说出去给我找银子去 没想到他就没回来啊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这也不像话呀 我跟上司没法交代 嗯 哎 正难过呢 他打外边进来了啊 太爷 您没休息呢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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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呀 意识啊意识 真客气管的叫意识 您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 来来瞧瞧瞧瞧瞧瞧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太爷眼泪都快下来了啊 又背又洗 洗的是啊 这点东西啊 得超过千两文银 背的是啊 他这是上哪街道去了啊 你这个是 你看你管我呢 是不是啊 不是奉太爷的功 你别别不是奉我 是你自己要去的啊 好好好 咱们查点一下吧 啊这一查点一对只做不少啊 太爷 这个都是您的 明天您让他们折成文银 好不好 我呢 拿出来官宝一定 就拿了一个元宝 我拿一个 我你拿你再拿点不 我不要我没用 我是拿这个待会给他们买早点 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做监狱的人呢 说话得算话 要不出来进去不方便 你说这我都听不懂 那不重要不重要啊 这个银子您归着归着吧 因为这个还有手势什么都有 明天您让人喝一喝算一算啊 剩下的呢 就是给您的啊 算是我给您押精子啊 好不好 我先走 因为天快亮了啊 我得给他买早点去 出去了 好真是买早点去了 什么叫大饼了 牛条了 各式各样 吃的喝的 还买两瓶酒 弄这一大堆啊 他回来了 这一进南间 开门开门开门 砸半天看大门都睡着了啊 赶等人家醒 他已经把门撬开了 把监狱门撬开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这半夜有来坐监的 让人进帮上去 没听说过 还要上赶着坐监的 都起来了 啊 吃早点了 这进来啊 来着他自己那号子 把东西摆好了 剩下来 各个握送 给大伙发 吃早点吃的去 这有好身体啊 这个所有人连坐监的呀 在看监的都挑大门哥 怎么呢 这个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坐监呢 跟串亲戚似的啊 这吃的喝着聊着 话分两头啊 到了这个白天了 人家这个昆山县县县县 吩咐一声 来呀 今天在花厅 要审一审这个非贼 就是我 为什么在花厅审呢 其实在过去来说 经常有花厅审 花厅二堂 这类的地方 其实就是老爷法外施恩了 不是在大堂上 大堂上那个 柴人站好了一瞪眼 吓唬你 一般来说 花厅啊 或者二堂都是 比如说风花案件 不方便当众 也不方便有旁听 就搁到二堂 或者说是呢 有身份的人 反正就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时候 在二堂 今天叫他来 就纯是因为朋友 来到二堂这儿 这是张桌子 摆着菜摆着酒 老爷这也不叫沈安 这儿会朋友 把他请来 拆人们退出去 俩人对脸一坐 他也挺高兴 这个 我得谢谢你 干嘛谢我 就是您昨晚上 拿回来这些个东西 我查对了一下 假之文音 一千八百多两 哈哈哈哈 跑去了府库这一千两龟上来 还剩些八百两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 那是那是您的 哈哈哈哈 我先敬你一杯 来来来 哎呀 嗯呀 交朋友得交你这样的啊 为官一任 我有你这么一个哥们 我可是没白来 哈哈哈哈 那么 那接下来咱们得说点正事啊 你看这个 今天在花厅这 我拿你当朋友 你说 这个事情怎么好 哦 太爷这是这样啊 有这么几种处理方法 啊 第一种就是 吃完饭呢 我就走了 哈 吃完 拉倒了呗 你也挣钱了啊 我也我也够朋友了 你走可不行啊 因为已经往上司衙门报了 你走我这边没法嚣张啊 是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得法办我 哎呦 这个就我就难在这了 啊 因为我跟你是朋友啊 实话是说 虽说以前咱们没来往过 但是现在咱们有八百两文银的交情 哈哈 我也是拿你当自己的哥们的啊 所以说 就跟你商量 你觉得这事怎么好 哦 太爷您说呗 您说这事怎么处理 你别问我呀 啊 你自己有没有好的想法 啊 你出个主意 你觉得怎么不受罪啊 如何如何的到时候我就尽量照你说这来 嗯 大人 实在不行的话 您就给我 充军发配吧 嗯 啊 大人制作鸭花子 充军发配 咱们听说也好 啊 看电视剧 电影 古代的题材 经常有这个 宋江 发配了 武松 发配了 就这个发配啊 在过去来说 可是个苦差事 它叫充军发配 在这个明朝之前啊 就经常有这个 充军嘛 打这起给你冲到军队里边去 这叫充军嘛 但是到明朝 他正式的就是写入了法律 算是刑罚的一种 最近的是一千里地 最远的是四千里地 分两种 一种呢 叫终身 张三犯罪了 哎 打这个山东 冲军到贵州 终身 就是死在那儿 死拉倒 这人什么是死 什么是完事 叫终身 还有一种呢 叫永远 这冲军 永远冲军 这叫亲民了 啊 李四啊 又打这个河北 给他冲到云南 永远冲军 什么叫永远 他到那儿之后 他死了 他们家还得出一个人 永远 有儿子 儿子去 没儿子 侄子 外甥不管是谁 反正你们家族得来一个人 这主又去了 啊 再死了 还得来一人 就永远得有一个人 上那儿冲军去 这个损透了 所以 那个年头一说 谁家永远冲军 整个家族就跑了 就跑到深山老林呢 或者跑到那儿躲起来 让衙门口找不着你 啊 这个罪过大了 而且来说冲军的犯人 有的死在路上 有的就到那儿之后 干活啊 或者是苦力的时候 让人整死的 累死的 因为你到那儿就没人哪里当人了 虽说是冲军 也不能拿你当正式的军人看待 你到那儿就是干活的火夫什么的 多苦多累都是你死了也活该 你看宋朝那个冲军发配到沙门海岛 很多人一听说到沙门海岛 那当时还甭甭走 自个就先吓死了 所以到那儿去去十个得死十个 有机会咱们聊了这个宋朝的沙门海岛冲军发配的故事 那个得单独说五个钟头 啊 那个残忍恐怖至极啊 那现在就是拍出来比美国大片还可怕 还吓人冲军发配沙门海岛 所以他今天一说不行我冲军发配吧 大人一机灵啊 大人心说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对自己有点太狠了 这个人有点太要强了 大人原来想的是比如说 判你个监禁二年或者怎么着 然后给你想个办法出来就得了 没想到他自个说我要冲军发配 这是怎么想的呀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他乐了 哈哈哈哈 我何尝不知道冲军发配的苦 但是呢 对我来说 第一 我很希望出去玩一玩 大人差点没坐地了 憋着旅游去呢 还有拿冲军发配当旅游啊 不是你这句话我没听明白 你打算发配到哪里呀 大人 我呀 之前一直想去趟湖南长沙 我这一直就没去了 好几回了 嗯啊 这连着好几年了 我都说要去 要说走 哎有点事 也绊住了 哎要说去 这种事 拦住了没走了 我就纳闷 我怎么就去不了湖南长沙呢 是不是 所以无论如何 我这次啊 大人你一定要让我完成夙愿 我要去趟湖南长沙 大人说这个玩儿 你虽说没有说服我吧 但是我能同意你的要求啊 但是 这个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冲军发配的苦啊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但是大人您别担心 嗯 如果我能接受呢 我就接受 我就忍了 如果不能接受呢 无论是哪儿 我就走了啊 哦 你发配的时候能随便走 要是不给您找事的话 我就到了长沙再走 怎么呢 这儿派的差人呢 得把你送到长沙 拒绝完案 俩差人回来 就没有人家昆山的事了 啊 对 说了对大人啊 我得到了长沙 有什么事 我给他们添堵去 您就踏踏实实的吧 啊 大人把酒杯端起来了 我敬你一杯吧啊 我就没想到 人世间还有你这样的人 来来来干了一杯 干了一杯 俩人跟这儿吃着喝着 聊着天儿 吃饱喝足了 送他回南间 大人这儿就写公事 啊 得跟上司衙门那抱 过了些日子 上司公文回来了啊 批准了 就把这大脑袋充军发配 到湖南长沙福 啊 这儿都弄齐了 就准备吧 给他找借差 安排一切 眼口是出两个长借 一叫张三 一叫李四 这俩人呢 是正叉 带着公文 带着一切 带着刑具 但是老爷跟他呢 也说好了 他说您不能这样对待我 一般来说这一路上啊 哎 连打带骂都受不了 咱们之间有这个交情 是不是 您呢睁眼闭眼 法外施恩 所以充军的路上 您就别管我了 老爷说那我就不管你了 反正这点事也说完就完了呗 啊 临走之前 大老爷跟他有吃顿饭 喝点酒 他呢 又跟那衙门口里边啊 这些个监狱里边的难兄难弟 连差人们也都吃了酒 到最后 到出发这天 老蔡两口子 又来送他 到哪呢 到昆山的郊外十里长亭 开始送他 一直往外一走 就离开昆山了 所有送他的人到十里亭这儿 没有不羡慕的 怎么呢 这是俩差人 张三李四啊 背着行囊拿着少棍 这是这大脑袋 充军发配的犯人 在旁边这儿跟着二十多个人 都是他顾来的 啊 在旁边有马 有车 有轿子 啊 好家伙 一问这二三十人 有厨子 啊 有保镖的 有抬东西的 有伺候他的 所有人看着 你看人家啊 这是充军发配吗 现在也出门也没这威风啊 啊 老蔡拉他的手 兄弟 这一道声 你可想了福了 哦 那也太棒了啊 那得了 我们也不说别的了 别人送行哭哭啼啼 但是唯有咱们这个 你看我满脸的羡慕啊 要不然我跟你取得了啊 大脑袋说别捣乱 这是国家的王法 你少来这道吧你啊 我就没见过还带着厨子发配的 还国家的王法啊 那个兄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不知道 我到这个长沙我看了 要是好玩呢 我多住些日子 大夫人给你送信 接你跟我嫂子上点玩去 要是不好玩呢 甭管是仨月五个月吧 我就回来好不好 回来我给你带好吃的来 哎哎成了兄弟 天不早了 你这个旅游团上路吧啊 哼 这个一行人浩荡荡 离开了昆山前去冲军发配 老蔡他们也回去了 这一路上大脑袋想了说了啊 骑活马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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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累了呢 哎上车躺会 上车躺累了呢 哎下来又坐轿子 几个人抬着他 您看那个巡抚大人出京了吗 也就他这意思 啊 累了就住店 所有的住店的这个老板都纳闷 这是什么人啊 这个他这个待遇跟他这个状态 不是一回事 可也不敢问人家人家给钱呢 啊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 但是无论跟哪住店 半夜里边这主尊得出抵抢 干嘛去 他得偷东西啊 他得偷弄钱来啊 因为下一站多大的挑肥啊 就这一路上连偷再摸啊 在住店 简断皆说 就到了长沙了 他这个打昆山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体重98斤 他到了长沙府115斤 你算是吗 这一道啊 吃胖了啊 挺高兴 来到这儿 找着长沙府当地对接的人员 衙门口的人说留神 为什么留神呢 看你这一道上不像受罪的样 说明你家里有钱 有钱贵有钱 但是上个堂去 你未必活得了 怎么就活不了呢 啊 我们新上任的长沙之府 这个大人非常的憎恨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人 尤其是憎恨这些个为父不仁为非作歹的人 尤其外地冲军来了 一般来说都不是好人 上的堂来之后大人要打四十沙威棒 很多人这四十沙威棒啊 就得死在这儿 所以说你们得留神 哦 大家脑里点点头 沙威棒啊 他听说过 其实所谓的沙威棒就是打你四十板子 啊 杀杀你的威风杀气嘛 心说不要紧的啊 上堂看 简记行事 住了这么三四天 因为他这个两个长戒得去投文去 得等人知府大人呢 嗯 有办公的日子 每天是你们 你们才能来 到时候老爷一升堂 你们望上地公文 再把人犯带上去 看大人心情 长沙府一高兴了 说不打了 你就算得条活命 大人心情不好 勒你四十棍子 是活是死 看你的造化 就等着几天 一直等的这天 头天就告诉了 明天去投文啊 知府大人等着你们呢 嗯 转天的上午 现在说终点八点来钟 长沙之府生堂李氏 往这一坐 吩咐一声 来呀 把公文呈上 好多的公文呢 都拿上来了 哎 这个了那个 一样样的批 批到最后 单独有这么五六份 是今天街道的犯人 都是各地充军来的 啊 这拿过来大人 你看什么什么地方来的 好 来呀 四十杀威棒 犯人瞪上去叮噹叮噹 四十杀威棒 当时把人打得翻白眼了 抬下去 把人拉下去 往下一走 正好打着大脑的身前顾 好 一瞧这犯人 浑身都是血 翻白眼 这个脸辣渣黄啊 蹬下去了 大脑立作牙花了 哎呦我 大人够狠啊 也不问因为什么啊 充军发配到这了 怎么就现在打四十人呢 看他心情啊 哎 正叹气呢 听唐上喊 车下去 哎 又搭下一个来 好家伙 这个下来之后疼的 哇啦 你要我都出鬼音了 紧跟着后边又搭下来了 大伙一敲完了 长沙之府今天心情不好 上起一个打一个上起一个打一个 错口怎么弄呢 这儿正说着呢 又打里边 出了一差人 拿手一指大脑子 嘿 到你了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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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哎 准备好啊 准备好什么呀 准备好挨打 顿上来 跪跪跪跪 两旁边差人一喊跪 他也跪去了 张三李四两个长届也跪那儿啊 给大人叩头 大人 微微一皱眉头 有哪里而来 启兵大人 我们是打 昆山县所来的长进啊 借犯人一名 哎 犯人当面 犯人当面 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你 抬头 老爷看看你 犯人抬头 不能拿眼睛看大人啊 你可以抬头 但你的眼睛要往下 眼睛往上看更坏了 本来打四十 这一抬头一对眼 哪能打八十啊 这个规矩大脑的是懂啊 让抬头抬头呗 人在矮颜下 怎能不低头 往这一跪一抬头仰着脸 这眼睛往下看 整个堂上就没声音了 因为这会是最要紧的时候 刚才每一个犯人都是啊 犯人当面一抬头 大人一看车下去 四十杀位 啊 丁光五四就打 今天没想到 这一当面一抬头 大人没说话 大人不说话 没人敢说话 啊 但是都纳闷 心说知府大人怎么了 是累了 是怎么着 这可要了亲命了 大脑的心说 你是打 你是不打 你都给句话呀 我这等着怪难受的啊 你只要一说四十杀鱼棒 我这就脱裤都没打啊 你这半天了 现在说得有二分钟啊 长沙府站起来了 有打桌的后边出来 就走到了大脑袋的面前 面对面 这是一个跪着的 这是一个站着的 大人一撂着蟒 哭通 跪下了 眼泪下来了 说话声音都哆嗦了 恩人哪 恩人 喊声恩人 大大人乱跳了 啊 谁都不知怎么回事啊 最害怕的谁 大脑袋 坏了大人抽风了 吃错了药了 还管我叫恩人啊 哎可别 说人可别 身子往后 这么一蹴 再一抬头 跟大人四目相对 是你 认识吗 认识 听过前文书的人 您可能还记得 风雪交加了夜晚 大脑的送钱的那个林秀才 他今天做了长沙之福 哎呀 长沙福一头秀 碰一下子 一把就把大脑子露到怀里边了 恩兄恩兄 我没想到 我今天在这儿 我还能碰见你 我真是 我太高兴了 哎呀 眼泪汪汪的 有人说天下事怎么那么巧 列位 无巧不成熟啊 当初大脑袋给他送了银子 两口子欠了不少外债 把钱还了还账 最后剩下没多少 还是说人家劝咱进京赶考 咱们去吧 去吧 媳妇也不错 那那走呗 把家里都安顿好了之后 带着剩下的钱 由大家出来进北京赶考 到了北京之后找地先住店 哎 但是一问呢 9月份才可考呢 这还差很长时间呢 两口子说要这么坐持山空可受不了 光根屋里等着念书 怕这点钱坚持不到那会儿 京城的开销大呀 对吧 这可怎么办呢 后来说得了 我呀跟街边摆个摊 卖字 哎 这么着 摆个摊 跟那写挑衫呢 对联呢 写东西 平时没事呢 自个坐那看书啊 哎 很用功 那有这么一天 跟街边那呢 正念书呢 哎 有人打那过 来这么一闲人 走到这 就站这看他写这字 看完之后呢 这周点点头 写的不错呀 啊 很好 嗯 他一听人夸呢 就赶紧站起来了 把书撩下 哎呀 岂敢岂敢啊 学生这个字体欠佳啊 文字粗糙 您过奖了 啊 哦 哪里人呢 啊 我是哪里哪里人 啊 来您坐 这人就坐下来 两人聊闲天 啊 聊聊去呢 就聊得好些个国家大事 这种人也爱问 林秀斯也爱说 啊 有来也有去语 哎呀 聊完之后 真不错 嗯 这个 我要有句话想 说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哎呀 您有话请赐教 我觉得啊 这个 现在离这赶考啊 很久啊 还得9月份 是吧 嗯 我在长沙呀 有朋友 长沙的朋友呢 这个 还是做官的 啊 湖南巡俘 那是我这哥们 我给你写一封建举的信 你上他那去 嗯 可以当个幕僚啊 或者上他家里教孩子念个书啊 你先凑合半个月啊 十天的 甭管是半年一年的 到时候呢 我觉得嗯 长着见识 你再来赶考呢 也不耽误 又何况揭示一下做官的人 他哪怕以后给你写个推荐信啊 你再来赶考什么也方便 愿意不愿意啊 哎呀 我已经来了北京了 我看呀 你也死心眼啊 这刚年初呢 对不对 你到那去看一看啊 合适就呆着 不合适就拉倒 完事我给你出路费 要不然你在这儿 你看你这意思 刚才不也说吗 家里没多少钱 你那个钱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我明天打扶人给你送文银百两 你拿这百两 你直当到长沙玩一趟也是好的 哦那那行 那我谢谢您吧 你看好事 转过天来 来这么一主啊 来你是你啊 好嘞给你吧 拿一盒来 黄灵色的盒啊 上个锁 完事单独给了一百两银子 说这个一百两银子是你的路费 这个盒啊 你又不能打开 打开之后啊 要是因为这个出大事 那是你自己的啊 人家老实你不能看 你直接被湖南找到这个湖南巡抚 把它递给巡抚 啊 然后就行了 之后你愿意来就来不来拉倒 好吧 两口子归着归着 又打这儿就被湖南长沙了 到这儿找着巡抚衙门说我要见巡抚 人家一问你哪儿的啊 我这个我打京城来 哦京城来做什么的 我是马拉边卖字的 这都不像话呀啊 卖字卖字卖的我们这儿来的 不是我来的送信 哦那今天不成 今天巡抚大人不是升堂礼士的时候啊 你改天来吧 哎呦 等两天又去了 去的那不成好一下我很忙 没有时间 哦就这一等等了将近半个月 这天又去了 我等不了了 我不能老这么等啊 老这么等 连路费都花干净了啊 我这个来的时候有重要的事情 有一个盒一定要给巡抚大人 开门就说拿来吧 拿来之后 这两天得工事给你递上去啊 你回客店等着吧 两口子回客店了 刚到客店 在外边 锣鼓喧天 有打外边来大批的 哪儿了哪儿了 在这儿了在这儿了 啊 把他吓一跳 又坏了我犯了案了 我写字 写写写出货来了 我给人送的东西是惹惑了是怎么着 正纳闷呢 有打外边 一打方人都是差人 进来孤灯就跪去了 迎接知府大人 迎接知府大人 这一问才知道啊 之前在北京卖字 遇见那个人乃是正德天子 皇上私访 皇上你这挺好啊 推荐他做一个长沙的知府 给他写一条 让他直接的给胡丹巡抚 今天胡丹巡抚一瞧这个 我的天爷啊 这是万岁爷推荐的官 就赶紧到这儿来 又请他一见面 就这么着 他才坐的长沙知府 没想到今天在公堂上碰见了自己的救命人 抱头痛哭啊 又请到后边去 我让你见见你嫂子啊 这知府这夫人也在这儿了 哎呦 三个人见面啊 这个媳妇感动的都不行了 你这玩仓天有眼 让咱们在这儿团聚了 太好了 那么说还发配吗 还冲军吗 那就是闹着玩的 给张三李四两个人把回文写完了 盖上章 又赏了点银子 打发他们都走 呃 你们回去吧 这案子了了啊 这个人现在留在我们府衙了 这安排好了 带着这帮旅游团也来了啊 那什么 跟您说一声 您现在攀了关亲了 我们怎么着 所以你们愿意留这就留 是不是啊 不是我们人多 那养了起我们 那你踏踏实实的 没问题啊 不说养你们 再多养一点 我也有办法啊 我们用钱多 你看那混账啊 这一道上我委屈你们了是吗 哎是那得嘞 那我们谢谢您吧 这帮人也都留下来了 给他找一宅子 让他跟这儿住 挺好 住了没三天 就这天早上起来 这长沙府坐在这直坐鸭花子 哎呀哎呀 大脑子说你怎么了 是趁着我住着人多 吃米的喝你了吗 哎不是 不是你吃我喝我的 那什么我 这范畴我今天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离这不远 四十里有一地儿叫太平山 太平山反了个土匪 这人叫啊 袁大可 现如今据说带着十万土匪 包围了长沙府 这可怎么办呢 啊 哦 这不叫事 还不叫事呢啊 这包围长沙府十万精兵呢 啊 你啊 你大夫人再去探一探 因为土匪一般来说都说瞎话 他未必有十万 哦 行行行 大夫人去吧 大夫人呢去探厅去了 功势不大 回来了 跟大人那回 哦怎么样 他那说十万精兵是撒谎啊 他们是十五万 哈哈 更多了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啊 哎呀 大人瞅着没法了 他是个念书人 秀才 他哪懂得这个啊 啊 大脑袋乐了 哈哈哈哈 不叫事 不叫事 不叫事啊 嗯 他们已经在哪了 那个 跟您回 这个这个兵已经在长沙府以外 安营扎寨了啊 嗯 估计明天 他们就得讨敌骂真 这可怎么弄呢 哎 脑袋说不好意思 晚上 我找他玩玩去 看他怎么样 啊 行嘞行嘞行嘞 大人说你成吧 你踏实住啊 我要不成 这谁也成不了了 当天晚上 知府衙门里边摆了一桌酒 大脑袋跟林知府 俩人吃着喝着 喝差不多了 一过二惊天 脑袋说我得去公干了 你等着我吧 有大事出来 你要说开城门 开关啰嗦 放吊桥 大队人马往外走 那个一人注目 他一个人出去 又何况 他是非贼啊 他往外走 根本就没人在意 简断皆输 有打长沙虫 他就出来了 出了一看 胡好家伙 真不少人哪 哎呦 都是帐篷 大小的贼兵 都关这儿 心说十五万人 一人过来催我一口 就把我呛死了 不要紧 来吧 直接的就奔这个贼营去了 来自这儿呢 有的人呢 因为你想他不是正规军的 土匪啊 一个个雄眉立目呢 他也不怕 本身他也是江湖道的 走过来 跟这个拍个肩板 跟那个道个辛苦 还都以为他是自己人呢 尤其他深情若艳 就在这里边转来转去 最后就走到正当中的牛皮保障 这个保障最大 心说就是这儿 没问题了 一看这儿有几个兵丁 把着牛皮杖的正口 踏踏踏踏踏掏出东西来了 熏香啊 过去陆林道的人都有啊 这叫鸡鸣无骨断魂香 据说一闻完了 人躺着就动不了了 有人说这到底是什么 我老听听评书的书里边 武侠电视剧都有 说这香一闻 这人就躺下了 各位 您记住了啊 它有一个配方 您可以记一下 第一是要有曼陀罗花 这个是必须有的 剩下的就是香春啊 麻将啊啊 酱豆腐汁啊 面条什么的啊 你就试试 吃完之后就躺着就动不了了啊 咱是得吃的多啊 吃的少不管用啊 简断皆说 鸡鸣无骨断魂香 望外一打 守卫的这几个兵丁呢 全晕着 他挺身而入 尽气小好家伙 这大土匪 一米九的高个儿啊 长头发拧着牛心发短 落塞的胡子散满胸前 那来吧 刚才在外面投进来之前 他有一个铁仙鹤 铁仙鹤那嘴儿捅进牛皮帐 又打了一下断魂香 这香一进来 这土匪头晕在那儿 他一进来 他瞧他晕在那儿 他乐了 掏出小刀来 蘸点水 此此此此 连头发带胡子 全给他刮了 刮完之后 拿起来这个刀 往桌上啪一扎 转身就走 为什么没杀他呢 这是他聪明的地方 把这个匪首要是杀了 其他人还得出来 顶他这颗 这兵退不了 非得留他一活命 转过天来 这个土匪头袁大可一睁眼 来人呐 外边伺候他的兵丁 推开帐篷门 竟然吓一跳 呜呼 你叫这和尚 大胆的突吕 你我们带往哪去了 不是就是我呀 哪说一摸脑子吓一跳 一照镜子眼泪都下来了 再一看桌子上立着一口刀 心里就明白了 罢了 作案有人液入牛皮保障 剃去我的胡须头发 这是给我留命 我不能不懂好歹 吩咐一声退兵 十五万人马朝水一班 撤离长沙府 长沙之府高兴坏了 太棒了恩公 你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啊 打本进京 打本进京 跟郑德皇帝说皇上也高兴 太棒了啊 这个长沙府就地连升三级 而且这大脑袋封为总兵 说你今天岂是总兵了 我可不干 皇上封的 一月挣多少钱 一月二十两 我一出去五千两都 你那是偷的啊 给他穿好了 戴好了 自个儿觉得别扭 我也不像个官的样啊 好 周围这些做官的 谁看他谁乐 您这个跟我们在一块待着 你看我们都是吃朝廷俸禄做官的人 怎么您穿上这身根本不一样呢 大脑袋乐了 哈哈哈哈 未曾说话笑连天 尊声各位听我言 你们做官如做贼 你看我做贼的做了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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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